江城青踹一脚魏无羡,道,还和阿西比,丢不丢脸。 阿西真棒,聪明漂亮还靠谱,比魏无羡强多了。 聂怀桑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叹道,你们都算好的,我就一个假等,不过还好一个饼等都没有。 不然,我哥非抽死我不可,你们不知道,我哥只要一瞪眼, 我就像纸被猫抓个正着的小耗子,腿软手软身子软的。 四人正说说笑笑地往回走,魏无羡忽然一拍脑门,道,完了完了,光顾着聊天了, 都忘了蓝湛约我去后山喂兔子了,我先走了,不然小古板又要那眼神瞪我了。 看着江城一脸我就知道的样子,魏无羡揽上江城的肩膀,炫耀道,有人说蓝忘机烦死我了, 讨厌我,可惜啊,蓝二公子还是被我的人格魅力征服,一天不见我呀,就想我,还约我一起喂兔子,打脸了吧。 江城气道,魏无羡你,就嚣张吧,我下午又不是没人约,我和温姑娘可是约好一起晾晒药材的,谁管你呀,去吧去吧别烦我。 聂怀桑笑道,我下午去书铺,已经约好了,看着身边的人,下午都有人约,于西朝心里暗暗咬牙,魏无羡和江城你俩重色轻友,还有聂怀桑还书铺,肯定又去挑选春宫图了,自己可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下午无人相伴啊。 于是,于西朝也是笑道,巧了,我下午也没空,看着和自己陆续分开的三人, 于西朝也是气道,一个两个的,以为我没处去吗?我找兰换去,重色轻友的家伙。 于是,等到兰西晨在兰室收拾好一切,回到韩室时,就看到房门外的石桌上趴着一滩萎米的雀儿。 看到兰西晨回来,于西朝立马坐起来扑上去,道,兰换,能欺负我,不给我进去。 魏无羡他们也是,都约出去玩了,我不能输,所以我不回去。 所以,我要待在这里,你赶不走我。 兰西晨接住扑到自己身上的于西朝,道,我们先进去,不敢你,我给你一样东西,以后韩室你想进就进好不好。 于西朝一听,立马答应,好好好,说话算话,我可不要再被你家门拒绝了。 等到二人回到韩室,兰西晨从一旁博古架的最下层拿出了一个七木盒,递给于西朝。 于西朝自是没有不要的,连忙打开,只见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放在盒子正中。 兰西晨看着拿着玉佩把玩的于西朝,道,雀儿这是通行玉佩。 可以任意进出云深不知处和寒室,除了我自己那一块,就只有这一块了,雀儿要保管好。 于西朝抚摸着玉佩上的花纹,感受着上面玉兰花纹,心想,这会不会是书里给金光瑶的那一块啊? 不过既然给自己了,那也只能对脸方尊说抱歉了。 见了我于西朝口袋里的宝贝万没有吐出来的道理。 兰幻,这玉佩既然给我了,那可不能反悔哦,你就是哭着求我,我也是绝不会忍痛割爱的。 兰西晨看着拿到玉佩就恨不得直接在上面署名的于西朝,叹道,给你,都给你。 不反悔,只求雀儿你别弄丢就是了。 兰西朝一听,立马美滋滋地收到自己贴身的储物袋里,和那盒香粉一起,放在袋子里的最中间。 想着那玉佩也算是极品翡翠了,兰西朝觉得自己白拿怪不好意思的,于是也是在自己的储物袋里挑挑拣拣。 最后,兰西朝也是拿出了一个通体洁白无瑕的玉如意,塞到兰西尘手里,道,这是回礼,虽不是通行类的。 但也是不能弄丢的。 这玉如意是我抓周抓到的,当时我娘说别人都不能碰的,一碰我就要哭得要死要活的。 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宝物。 兰西尘感受着手中玉如意的温润手感,又听于西朝说这是他第一个宝物,还是抓周抓到的,不由地轻轻握紧玉手柄,道,换臂珍藏。 看着兰西尘将自己的玉如意也放入了自己贴身的储物袋,于西朝笑道,兰换,今天做什么嘞? 我明天就要走了,大长老来接我。 兰西尘收拾盒子的手一顿,道,明日就走吗? 那今日雀儿想干什么呢? 换都陪同的。 兰西朝看着还堆放在书案上的兰氏卷宗,道,今天你看卷宗,我呢? 我对兰氏的藏书痛下杀手吧。 说完,兰西朝就自顾自地走到了书柜旁,开始看着书名挑挑简简。 于是,兰氏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只见兰西尘端坐于书案前处理卷宗。 兰西朝则是半躺在书案旁的软榻上,脚边堆满了各式各样, 从书架上搜集来的游记和诗集,也算岁月静好。 等到第二天,听学弟子也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云深不知处了。 兰西朝看着摆放在桌子上整整齐齐的行李,突然有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自己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见到魏无羡和兰幻他们呢? 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了? 兰西朝悲伤的情绪还没延续多久, 就听见门外魏无羡的呼呼喝喝声,悲伤情绪被打断, 倒也算是一种心理舒缓了。 等到大长老传信, 兰西朝也是带上了自己所有的行李, 慢慢沿着云深不知处的小路慢慢往山下走。 魏无羡拉着拦望机, 站在山门朝兰西朝喊, 阿西,明年温室清坛会见,不许不来哦。 兰西朝顺着声音望去, 大力挥手,献哥哥,我会来的, 帮我和成哥哥说一下, 我先走了。 兰望机也和你哥哥说一下哦。 清坛会见, 看着站在大门口的大长老, 于西朝也是迅速收敛好自己满脸的不舍, 上前笑着打招呼。 鱼狼七, 大长老, 笑道, 我以为你会和你爹一样, 不来了。 不错, 有胆识, 但可做好准备了, 此行, 我们就不回眉山了, 直接前往鱼狼室筑地苗江了。 于西朝回头, 又远远望了一眼云深不知处的大门, 在心里暗暗立下决心, 既然想要改变, 那没有金手指系统啥的, 自己就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的, 决定了就不要退缩, 只有实力提升自己, 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摄日之争中, 保护好自己想保护的人。 于西朝直视鱼狼七的双眼, 道, 我做好准备了, 即刻就启程前往苗江吧。 站在镇华剑上, 于西朝俯看着远处小小的彩衣, 深吸一口气, 在心里给自己暗暗鼓劲, 自己一定可以的, 无论是考核还是未来的摄日之争, 都一定要不留遗憾, 这才算不忘来磨到一趟。 经过一个白日的路程, 于郎七招呼着众人在岳阳稍作修整, 于西朝看着城门口牌匾上的岳阳, 突然想到自己忘了一个爱吃糖的小朋友啊。 这时候的薛阳还没被所有人误解黑化, 一心只想着抱自己的断职之仇。 其实,上辈子看魔道的时候, 于西朝也是感慨于尝试的黑暗, 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 看着已经挂在天边的月亮, 于西朝因为怕自己打不过薛阳, 所以拉上了于郎七作为后盾, 一起去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直接把这个小朋友卢走, 能掰正一个是一个。 这辈子,薛阳和那两位正义的道人还是不要见面比较好。 等到两个抵达了常世后院, 只见这在岳阳几乎可以横着走的庞然大雾已是苟延残喘, 常世弟子也早已是死伤一片。 于郎七看着, 即使看着一地尸体却依旧一脸平静的于西朝, 心里也是暗暗叫好。 这样处事不惊的人才更有机会通过考核, 要是杂杂乎乎的, 怕不是连第一关都熬不过去。 于西朝看着跟在自己身后的于郎七, 叹道, 大长老, 可是觉得西朝冷血。 有一些伤员, 我们明明是能救下的。 于郎七看了一眼常世的惨状, 道, 宗主说要我听少宗主的, 既然少宗主决定放任不管, 那我自然也不会插手少宗主的决定。 于西朝道, 对呀, 他们很弱, 很惨, 但不是弱就是有理的。 你看, 今晚也不算月黑风高, 常世动静也算是闹得极大的, 可是你看那些住在附近的人啊, 可有一个探头的, 甚至还有不少看到反而极快吹熄烛火。 要是一个仙门世家能为百姓带来福责, 那就算明知道可能是飞蛾扑火, 但也会有人来相助, 或是帮忙传信, 你看, 可有不想让常世覆灭的人吗? 于西朝看着慢慢失去挣扎的常世弟子, 转头看了看于郎七, 道, 大长老, 我们过去看看吧, 待在此处也没什么用。 等到二人走到常世后院, 只见一名英俊讨喜, 可爱中又透着一种稚气, 微笑时露出一对可爱的虎牙的公子, 踩着一个中年男子的头部, 笑得一脸开怀。 于西朝一看就明白了, 这位公子怕就是薛阳了, 确实是一表人才, 少年轻狂。 眼看着常慈安即将断气, 薛阳慢慢抬起了自己的头, 朝于西朝笑道, 这位姑娘也看了许久了, 就没想过做一次大公无私之人吗? 想必身边那位前辈要是出手, 几个晚辈也都是打不过的。 于西朝看着笑出两个虎牙的薛阳, 道, 公子, 自辩。 不过是因果报应, 我前因一概不知, 自没有插手后果的必要, 不是吗? 薛阳笑道, 那我说与姑娘听听如何? 从前有个小孩子啊, 她可喜欢吃糖了, 等到一切化毙, 薛阳笑着看向于西朝, 姑娘觉得那个小孩子做得对吗? 于西朝笑道, 如果这是支撑这个小孩子走到现在的信念, 那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谴责呢? 你俩之间的事, 无论是谁赢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一条生路, 那就由你们自己博弈不是更好, 这倒让我更加坚定了不管闲事的想法了。 长慈安一听, 立马明白自己再无活路, 也不顾满脸的泥土, 张嘴就骂道, 小畜生,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我可是找过人的, 只要我死了, 他们就会有所感应, 等着被追杀吧。 还有你个见死不救的小婊子, 等着, 我可是早就用秘法记录下了你样子, 到时候一起传给那两位正义道长, 见死不救, 就等着身败名裂, 自吻谢罪吧。 于西朝看着笑得十分嚣张的长慈安, 笑道, 本来想着两不相帮的, 但你拉我下水了呢? 那我只能让你临死都痛苦的, 不能使用灵力才好。 大长老, 都说我们修习毒竹和傀儡竹, 可否为我展示一二呢? 鱼狼七笑道, 有何不可? 给, 少宗主, 这瓶毒药收好, 等我施展完法术, 倒在这老东西脸上就好了。 保证直到死都不能分出一丝精力, 使用灵力。 只见鱼狼七从怀中拿出一个通体漆黑的铃铛, 将灵力注入, 只见铃铛慢慢飘浮于长慈安头顶, 薛扬一看, 也是非常识趣地退到一边, 防止误伤自己。 看着即使失去了薛扬镇压, 却依旧无法动弹的长慈安, 于西朝也是握紧了手上的瓶子, 然后一步步地朝人走去。 感受着使不出一丝力量的身体, 长慈安顿时吓破了胆, 一改之前嚣张有恃无恐的样子, 惨叫道, 仙子, 美仙子, 不要, 我错了,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把岳阳献给你, 这的人你想杀就杀, 别杀我。 看着已经癫狂的长慈安, 鱼狼七也是暗暗为自己少宗主鼓尽, 要是在考核前就能感受到死亡, 那这考核也不过是一个小考验罢了, 于西朝站定在长慈安面前, 笑道, 献计全城只为自己吗? 那我还是杀了你吧, 这相当于救了一座城呢, 谢谢你, 彻底消除了我所有的心理负担呢, 我是大英雄哦。 画壁, 于西朝倾倒了瓶子, 将里面的药液尽数倒在了长慈安脸上, 最后还怕没倒完, 用指甲轻弹平底, 看着惨叫地扭曲成一团的长慈安, 于西朝也是抬头, 叹气, 自己杀人了呢。 虽然是他罪有应得, 但自己也算是以暴制暴了, 已经不是红旗下的优良少年了, 不过既然想改变, 那手染鲜血就是不能逃避的, 自己总要克服的, 与其在战场上因为杀人而浑身颤抖, 还不如用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来为自己壮壮胆。 等到长慈安终于停止了挣扎, 于西朝看着已经扭曲成一团, 看不清面容的尸体, 回头看着鱼狼欺道, 大长老, 这药, 没人知道是我们的吧。 薛阳看着眼前的一老一少, 再看看长慈安的尸体, 身体轻轻打了个寒颤, 不由地慢慢后退, 远离这两个疯子。 老的怂恿小的杀人, 小的杀完还问老的有没有留下痕迹。 等到退到安全距离, 薛阳转身就跳上房檐, 道, 老东西死了, 他的帮手应该已经往这边赶过来了。 我可不想被人抓到, 先走了。 于西朝看着薛阳远去的背影, 道, 大长老抓住他, 我想带他去苗江。 他很有意思, 别长歪了。 于郎七笑道, 好, 少宗主先回客栈吧。 要是被看见了可不好。 于是, 两人也各自离开, 等到小星辰和宋兰赶到, 也只剩一个连狗都没剩下的月阳尝试了。 于西朝回到客栈, 等到坐到椅子上, 身体就开始激动地发抖。 自己杀了人, 但为何不感到害怕呢? 还未抓住薛阳, 从而带他离开两位道长而兴奋不已。 看来真是坏了, 难道一直以来, 自己心里都是不健康的吗? 不过, 既然可以带走薛阳, 那就代表这个魔道不是一定要遵照剧情前进的。 那么自己能够争取的空间不就更大了? 所以, 等到鱼狼七抓着五花大绑的薛阳回到客栈时, 就看到一个笑得浑身颤抖。 仿佛是恶魔附身的鱼西朝, 不由地轻轻一抖。 完了, 少宗主坏掉了, 不会一下子就入魔了吧? 那还怎么和宗主交代啊? 鱼是唯一的独描描啊。 鱼狼七放下薛阳, 走到鱼西朝身边, 道, 少宗主, 不可沉溺于杀戮啊。 鱼西朝看着满脸写着, 少宗主要克制, 不可滥杀无辜的大长老, 笑道, 大长老你说什么呢? 我只是庆幸于自己就下了岳阳这一座城池的百姓呢。 薛阳看着对话的一老一少, 深知自己这是进了狼窝了, 看样子小的是第一次杀人, 但杀了人不该吐得一塌糊涂吗? 怎么还笑得一脸幸福呢? 老的也是, 明知道小的精神不稳定, 咋还让血来刺激他? 现在好了, 自己可能真要被献祭给这个小疯子来增加幸福感了。 鱼狼七认真盯着鱼西朝的双眼, 确定眼中并没有魔性, 这才放下心来, 道, 少宗主, 这个小朋友抓过来了, 真打算带去苗疆吗? 鱼西朝慢慢走到薛阳面前, 蹲下来, 道, 小公子, 你也听到了, 尝试可不是没留后手, 要是留在这里免不了要东躲西藏的, 要不跟我走吧, 苗疆远离中原, 对傀儡术之类的术法并没有这么抵制, 能更好修炼, 不是更好。 而且, 那个爱吃糖的小朋友也可以满足每天都有人给你一颗糖的愿望。 苗疆人士甜, 糖也算是供不应求的好东西说着, 鱼西朝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之前剩的狐狸糖, 全部塞到薛阳手里, 道, 这是礼物哦, 小朋友, 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明天我们就出发了, 要是愿意跟着走, 那就留在这个屋子里, 要是不愿意, 自行离去旧室。 说着, 鱼西朝将捆着薛阳的绳子解开, 招呼着鱼狼妻离开, 准备另外找间屋子, 好好睡一觉。 等到第二天, 鱼西朝一梳洗好就迫不及待地走到薛阳的屋子, 推开门, 却只看到空荡荡的屋子, 鱼西朝立马就沮丧万分, 难道自己真的改变不了吗? 一切还是会走向悲剧吗? 自己果然还是没有用的, 对吧? 在房门外站了许久, 好不容易才平复好自己低落的心情, 下定决心要学习诸葛先生的毅力, 三抓薛阳的鱼西朝, 正准备下楼和大长老一同聊聊计划的可行性。 只见楼下的大厅中, 薛阳正和鱼狼妻一同坐在桌前用早膳, 看见自己。 薛阳还举着肉包子挥手道, 小疯子, 下来吃饭。 不是说早上走吗? 睡得可好。 鱼西朝看着坐在桌边, 身边还放着一个小包裹的薛阳, 笑道, 来了, 小朋友, 只是我叫鱼西朝, 可不是小疯子。 看来小朋友做出决定了呢, 吃完饭就启程吧, 苗疆还有那么远, 不知小朋友遇见怎么样呢。 薛阳一边往嘴里塞肉包子, 一边道, 我叫薛阳, 还不错, 应该和你差不多。 鱼西朝也落坐于餐桌边, 伸手拿起一个肉包, 笑道, 好, 吃完就出发吧, 小阿阳。 等到三人吃完早膳, 也是各自照出配件, 遇见前往苗疆, 且不说鱼西朝一路如何奔波, 只说那偷偷跟着蓝忘机一起前往岳阳, 寻找阴铁的魏无羡, 只见他二人前往常室, 推门只见满地的尸体, 魏无羡立马抽出了随便, 和蓝忘机一同慢慢朝后院走去。 等到二人抵达常室祠堂, 只见两名一黑一白的道人, 正在一一搬运常室弟子的尸体, 魏无羡不由的好奇上前询问, 这位道友, 可知这常室为何受着无望之灾啊? 小星辰回头看着同样黑白配的二人道, 在下报山散人弟子小星辰, 好友宋兰, 曾受常宗主所托, 保护常室, 但终究是没能做到, 常室弟子除去外出的, 竟无一个活口, 所以在此收敛仪容, 同时也在寻找犯人薛扬, 此人无恶不行, 净屠杀, 常室百余人, 星辰必要将其捉拿, 则无旁贷。 蓝忘机道, 常宗主何处? 等众人找到那面目全非的常慈安, 皆是道吸一口凉气, 要不是腰间宗主玉佩, 谁也不会相信这是那气宇轩昂的常宗主。 蓝忘机上前, 轻抚忘机琴, 弹奏问灵, 半赏, 叹道, 灵时已毁。 魏无羡四处查看周围尝试弟子的死相, 道, 蓝湛, 是两拨人。 你看这些弟子都是服用了一些药物, 导致失去灵力任人宰割, 并被炼化为傀儡, 从而把我们吸引过来。 而这宗主, 却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化为傀儡, 最后被融化面部和神识。 杀人手法不同, 明显就是两拨人。 而且, 后者对傀儡之术掌握得更强, 且更狠辣。 小星辰和宋兰文言, 也是快速聚集于常室宗主尸体旁, 仔细观察, 宋兰道, 这位公子好眼力, 我和星辰都未发现。 看来作恶者不止薛扬, 是我们忽略了重要的线索。 多谢公子。 最后, 四人商议, 魏无羡和兰忘机继续寻找阴帖的痕迹。 小星辰和宋兰去清河找聂宗主说明常室现状, 让聂氏帮忙寻找残存的常室弟子。 最后, 魏无羡还拉着小星辰不松手道, 小师叔, 你们走了, 要记得不要断了联络哦。 把信送到云梦还是姑苏都可以的, 要是有薛扬的消息, 也要告诉我们, 我和兰湛来帮忙抓住这个小流氓。 还有, 要是遇到第二波的人, 小师叔也不要贸然上前, 也告诉我和兰湛, 我们带上一波人来为你们助阵。 且不提兰忘机, 看着几乎挂在小星辰身上的魏无羡如何吃醋, 如何记仇, 要等以后魏无羡开窍如何讨回来。 且说那赶往苗疆的三人组, 眼看着离木地地越来越近, 鱼狼七也开始和于西朝讲解鱼狼室的现状。 鱼狼七道, 还好阿希你决定过来, 现在鱼狼室年轻一辈都快认为鱼室没有有能力的了。 现在我们老一辈压着, 他们也只能盘着握着, 要是再晚几十年, 一些老家伙不在了, 那怕是要自立门户了。 薛扬摆弄着手上的一块石头, 道, 小爷我不怕, 要是惹我, 我也不是你虐的。 于西朝回头看了一眼薛扬道, 鱼狼是善于傀儡术和毒竹, 你那两下不够看的, 阿阳还是不要太嚣张的好, 小心被人拐去当压寨相公, 你长得这样好看。 鱼狼七看着还有心思逗薛扬完的于西朝, 也是暗暗放心, 这样的心理素质才能让那群疯子满意啊。 等到终于抵达苗疆, 看着街上穿的各式各样的服装, 于西朝也是差点看花了眼。 哇, 哥哥上身只挂一串银饰, 就出门吗? 我可以, 这宽肩窄腰的, 流口水啊。 哇, 那位姐姐穿得可真凉快, 冷不冷啊, 我的怀里三十七多。 哇, 那位小朋友长得真俊俏, 我可以, 不就是三年起步, 最高无期吗? 我受得住。 哇, 这位奶奶也是风韵有存啊。 等到于郎七和薛扬, 终于把旧拆在大街上流鼻血, 以致失血过多的于西朝, 拉回客栈。 二人, 看着依旧满脸幸福的于西朝, 琪琪叹了一口气。 薛扬拿手, 在于西朝面前晃有个不停, 道, 回神了吗? 七前辈还担心你不习惯呢, 谁晓得你犹如蛟龙入海, 就差当街直接猥亵了。 于郎七一边将行李一一摆放好, 一面叹道, 阿西啊, 虽然这民风开发, 但你这样, 爱, 等到明日前往腹底, 你收连点吧, 苗江也是重重一而终的, 要是你调戏的那人心动了, 那是要负责的, 你也不想被人下连心骨吧。 于西朝一听, 脑子里的黄色废料 终于还是被李治压制, 半晌道, 我知道了, 但是他们脱衣服勾引我呀, 我控制不住自己呀, 嘿嘿, 我就摸一下可不可以呀。 薛阳狠拍一下于西朝的头顶道, 不行, 渣女, 你又没想着和他们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随便动手动脚, 那和那些当街强强民女的恶霸有啥区别? 你给我收连点, 小疯子。 于西朝看着满脸认真的薛阳, 暗自骄傲, 你看, 阿阳这简直就是丝毫青年啊, 哪还有小流氓的样子, 看来还是我教导有方, 力挽狂澜, 救小朋友于人生迷雾中啊, 简直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于西朝娘娘啊, 看着又开始神游的于西朝, 薛阳终于忍不住, 对着于西朝的耳朵喊道, 小疯子, 听到没有, 给我收连点, 不许当街调戏公子家的, 声音之大, 震耳欲聋, 于西朝连忙道, 知道了, 不调戏公子, 我乖乖的, 好好完成考核, 顺利回中原, 等到第二天, 于西朝和薛阳跟着于郎七, 前往了苗江腹地, 也就是于郎市的筑地, 看着门口排成一队的 于郎市弟子, 于西朝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看着弟子们的腹肌流口水, 哎呀, 好想摸, 可是答应小阿阳了, 不能做渣女, 忍住, 而一旁的于郎市长老, 看着于西朝走在散发着杀气的战士之中, 依旧不曾畏惧, 还隐隐露出一种兴奋的笑容, 也是暗暗点头, 这次宗主也总算送来了一个靠谱的继承人了, 于是振兴有望, 随着三人顺利进入大厅, 于郎七回头看了一眼于西朝, 道, 阿夕你站在此处, 说完, 于郎七就慢慢踏上了前方的阶梯, 站到了于郎市长老的身边, 等到于郎七站顶, 一位站在最中间的长老, 道, 梅山于市的小姑娘,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决定是否接受这一考验, 于西朝抬头笑道, 不必, 我既然决定来到这里, 自然不会轻易回去, 就算要回去, 那也是要成为于是真正的家主, 收服于郎事后再回去, 站在最中间的长老笑道, 老七倒是终于带来了一个有望通过考验的继承人啊, 小丫头, 我乃于郎一, 是考核的主考官, 明日, 你就和我们这的孩子们一起闯闻新门吧, 于西朝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薛阳, 道, 一长老, 可否算上我身边这位公子, 他一路陪我前来, 总不能让他一无所获才是, 于郎一看了一眼薛阳, 道, 好, 只是此次考核要是没能通过, 可能会对修行有损, 你可愿意闯, 薛阳笑道, 有何不敢, 等到众长老离去, 于郎七走到于西朝和薛阳身边, 道, 问新门乃是考验年轻人的心境,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波澜不惊, 平心静气, 于西朝看着严肃的于郎七, 道, 我爹的小叔叔可闯过此关, 于郎七笑道, 他, 没有, 应该是素来就把继承于郎氏作为毕生所愿, 故而, 这幻境哪怕出现了破绽, 他也自欺欺人, 哪怕是一长老亲自到幻境寻他, 也死活不信那只是幻境, 最后活活耗死, 还吓得你爹跑到你奶奶家里闭着, 死活不肯踏出中原一步, 于西朝听着话语中满是不屑的于郎七, 也是探道,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小爷爷是看不透啊, 于郎七回头看着颇有感触的于西朝, 道, 小丫头你为人通透, 回去休息吧, 等到于西朝回到了苗江的临时居所, 看着和自己在眉山的卧房几乎一模一样的室内摆设, 也是展眉一笑, 看来长老们对自己通过考核也算是寄予厚望的, 洗漱完, 于西朝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看着虽然极力复制, 却依旧能看出不同的房梁, 却一下子就失去了睡意, 烦躁, 紧张, 彷徨, 害怕一下子涌上心头, 虽然告诫自己, 明日问心考核, 醉计心服气躁, 但是于西朝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胡思乱想, 怕自己辜负大长老的期望, 于西朝明白自己, 就算躺着也是无法安眠, 索性站起身, 坐到梳妆镜前, 想着自己和自己手谈一举吧, 但打开自己的储物袋, 却看见那被自己真知重知放在最中央的三样物品, 玉佩, 香粉, 还有寒潭的披风, 于西朝将其一一取出, 摸着披风上毛茸茸的帽子, 心里忽然就平静了下来, 看着那立志要好好珍藏, 死了也要半骨灰的香粉, 他叫什么呢? 蓝西晨说叫寒风谈府呢, 乃是上好的谈香, 有安眠镇定的功效。 于西朝将香粉学着蓝西晨的样子, 均匀地洒在香炉中, 闻着慢慢充盈于鼻尖的清香, 于西朝慢慢走回床榻边坐下, 将玉佩放于枕边, 将披风置于被子之上, 双手紧紧抓住披风上毛茸茸的帽子, 闭上眼睛, 轻轻呢喃, 拦唤, 晚安。 一夜好梦, 于西朝醒来, 看着手边被揉练了一夜的毛披风, 轻轻地拍打履顺, 看着香炉中早已燃尽的香灰, 将帮助自己入眠的披风和香粉, 又一次收回到自己贴身的储物袋里, 但回头看着被自己放于枕边的玉佩, 还是纠结许久后, 收入了自己中医的暗带中, 当是幸运福吧。 于西朝推开门, 看着眼下有些清黑的薛阳, 笑道, 小朋友昨晚做贼了吗? 薛阳白了一眼于西朝, 道, 我其实知道自己心里应该是不健康的, 心门我闯得过去吗? 会死吗? 我不怕死, 就是舍不得。 于西朝轻轻摸了摸薛阳的头发, 笑道, 大长老说过关秘诀是平心静气, 可没说心里健康啊。 爱阳, 我不知道你的心门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幻境, 但你只要记住那天你选择和我和大长老一起离开岳阳的原因, 记住你的心, 你那晚一个人在屋子里立下的决心, 我相信无论是怎样的幻境, 你都可以通过。 感受着自己手下头发舒服的手感, 于西朝没忍住, 又揉又抓的, 看着已经变成鸡窝头的薛阳, 于西朝也是大笑着离去。 薛阳摸着自己乱成一团的发型, 气得拿出了于西朝之前给自己的狐狸糖, 狠狠地塞入了嘴里, 要不是看在糖的面子上, 于西朝站定在试炼广场上, 看着三三两两自成圈子的鱼狼式弟子, 想着自己还是不要靠过去比较好, 正所谓不要试图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 回头看着从远处追来的薛阳, 于西朝也是如同找到主星谷一般, 连忙窜到薛阳身边, 道,还好叫上你了, 看我们中原双煞如何在考核中杀出一片天。 薛阳看着一脸, 我才不要一个人, 连聊天的人都没有的于西朝, 道,小疯子, 你可知等会可是要一个人的入幻境的, 你现在拉着我没有用, 等会还是要一个人, 连聊天的都没有哦。 于西朝正想着要反驳一下 自从来到苗疆就越发嚣张的薛阳, 只见广场的钟声突然敲响, 看着周围立马安静的鱼狼式弟子, 于西朝和薛阳也是连忙正经, 垂手而立。 广场中突然升起一座高台, 昨日的鱼狼一站在高台上施展灵力, 问新门考核, 开始。 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弟子被叫上名字后, 走入问新门, 于西朝的内心也是没有丝毫地放松, 不由地伸手拿出了早上放在自己暗袋中玉佩, 好像只有抚摸着玉佩上雕刻的花纹, 于西朝才感觉自己的心跳声没有那么的震耳欲聋。 于西朝回头看着网嘴里塞糖的薛阳, 叹道, 吃糖来冷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说着, 又从自己储物袋中拿出了一整袋的麦芽糖, 之前想着要是又有贿赂兰西辰的机会, 自己却没糖, 那不是惨了, 所以背着, 可还没等打开, 就听见上方的医长老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于西朝叹了一口气, 将那一袋糖塞到了薛阳手里, 道, 不知道你还要等多久, 给你吃吧。 说完, 于西朝站起身, 重新将玉佩贴身放好, 慢慢走出人群, 朝问新门走去。 看着问新门的牌匾, 于西朝慢慢闭上了双眼, 抬步踏入, 感受着自己周身仿佛被一股暖流包围, 于西朝慢慢睁开了双眼, 看着自己面前小小的黑板, 还有身边喧闹不停的小学同学, 和自己摆满书籍的课桌。 于西朝笑道, 我回到小学了吗? 这幻境, 我可是, 我是, 我。 正在于西朝思考着自己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铃声打响了, 看着迅速回到自己位置的同学, 于西朝知道这是上课了。 看着记忆中的小学班主任走上讲台, 转身在黑板下写上了提西林弊, 回头对着全班人说, 今天学新课程, 打开书本第48页。 于西朝一听, 刚想说自己学过, 却又一下子不记得自己在哪学过。 看着空白的没有任何笔记的书本, 感觉自己应该是没学过的。 正绞尽脑汁地想着自己到底何时学过这首诗, 讲台上的班主任突然发话了。 西云, 你把这首诗读一遍, 要有感情。 于西朝环顾教室, 看别人都在看自己, 老师也只盯着自己, 顿时明白西云叫的是自己。 原来我叫西云啊, 刚刚应该是课间做梦睡迷糊了, 这就是现实啊, 什么幻境。 连忙站起, 不好意思道, 对不起, 老师, 我立马读。 横看成领侧成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 不识卢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班主任道, 不错, 西云, 以后反应要快点。 看着一如往常的班级, 于西朝心里唯一的一丝疑惑也散去, 还是专心上课吧, 回家还有作业呢? 跟随着老师的步伐, 于西朝慢慢地将注释写在古诗旁的空白之处, 随着空白处越来越少, 课堂也在慢慢地走向尾声。 临近下课, 班主任突然停止了讲课, 道, 下周就是学农了, 同学们关于宿舍的分配, 可有着落了。 西云一听, 不由地心里一惊, 自己之前和相处了五年的好友绝交了。 她因为我抽到一张比她好的卡片, 她就趁我不备, 把我往有许多车的马路上推。 我差点就被撞了, 好在有个阿姨扶住了我。 我弃她想杀我, 所以绝交时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 她向来喜欢哭, 反而让好多同学以为是我欺负她, 反而自己被全班鼓励。 所以, 班主任也是在点我罢了, 如今两个女生宿舍, 没有一个愿意要我。 感受着讲台上老师的目光, 西云慢慢把自己缩成一团, 自己客后和那两名宿舍长说过了, 都不要自己, 一个说要我给她十块钱, 一个说自己不想要这么多人。 可是, 十块钱, 当时一包辣条也才五毛钱, 我根本拿不出来, 找父母药也张不开口。 我居然要靠请所有人吃辣条, 才能为自己争取出一个床位, 多可悲啊。 班主任看西云也不看自己, 可能想着要尽快搞定这一人的归宿, 道, 西云, 两个宿舍都不要你,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要有一个寝室, 你去求他们啊。 还不是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才会有这件事, 还累得我要帮你问, 班干部, 你们想办法。 西云感受着从四周同学们射来的目光, 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罪人一样, 还连累了老师心烦, 感觉视线慢慢变得模糊, 就好像这是一场永远不会苏醒的噩梦。 西云不想被人看到自己流泪, 只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语文书, 恨不得把书看出个窟窿, 然后好把自己的眼泪通通流进那个大窟窿里面。 听着讲台上老师一口一个, 去求啊, 不就是一个寝室吗? 只要有人要你, 你跪都可以啊。 和同学起哄的声音, 你跪啊, 跪了没准就有寝室要你了。 西云双手死死抓住自己胸口的衣服, 强迫自己不看不听不动, 感受着自己胸前的义务。 西云慢慢拿出那个各道自己的坏家伙, 只见一个玉佩被握在自己手里, 上面勾画着一只玉兰花, 旁边还刻着一个字, 换。 西云死死抓住手里的玉佩, 仿佛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只要握着这个, 就可以无视那群张牙舞爪的恶魔。 西云看着那枚玉佩, 强迫自己不去看周围的一切, 轻轻呢喃, 玉兰, 换。 玉兰, 换, 玉, 兰换, 兰换, 兰换。 于西朝忽然抬起头, 任由泪水滑落, 沾湿了课本, 晕开笔记。 看着班长在那和班主任邀功说自己愿意收留, 但西云并没有和自己说过没有宿舍一事。 可是于西朝记得, 就是班长说要给他十块钱的呀。 看着班主任拉着班长笑得一脸欣慰, 于西朝笑了, 先是微笑, 再是大笑, 最后笑出了眼泪, 这幻境好厉害, 把我上辈子最痛苦的事情都翻出来了。 没错, 就是这件事让我坚信了人性本恶的法家思想, 也是我畏惧小孩的根源。 你们看看, 你们多虚伪啊。 哈哈哈哈哈哈。 问心门, 问心无愧, 我从未做过错事, 却依旧不得安宁, 所以也是奖励, 助我破坏自己的心魔对吗? 其实啊, 我早就看看了, 横看成领策成风, 每个人都会有把自己看到的当作现实的时候。 是, 我把我朋友惹哭了, 但你们可看到, 他想要我的命啊。 你们看不到, 所以自诩正义, 孤立我, 排挤我。 我以前看不透, 总是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 别人对春游, 学农充满期待, 而我宁可不去, 每次都在害怕自己会被落下, 孤立, 临近春游, 反而害怕地睡不着, 每次都在努力地和他人交往, 努力地活跃气氛, 把自己变成一个表演家, 面具戴久了, 连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 但我不后悔成为表演家, 我收获了很多珍贵的友谊, 但这并不是掩盖你们罪行的借口, 那是我坚强, 是我识得庐山真面目, 主动走出了这次山中。 所以, 幻境也让我重学一次提西林毕士吧, 这破绽即使提醒也是警示是吗? 我早就看看了不是吗? 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 时间久远, 可能你们都已经忘了对吗? 但我不会忘, 我会一直记着你们的嘴脸, 你们所做的事不会随时间的消逝而被掩盖, 六道轮回, 我等着你们遭报应的一天。 再见, 破我心魔, 立我道心, 但唯愿我们永不相见, 哪怕相见也求见面不实。 于西朝看着眼前一片片裂开破碎的 场景, 又平静地坐回到座位上, 抬头看着一块快掉下来的老式风扇, 缓缓握紧了手中的玉佩, 直到眼前变成一片虚无的纯白。 等到纯白慢慢变得透明, 于西朝慢慢睁开双眼, 只见自己和众多鱼狼式弟子一同躺在一块草坪上, 感受着耳边草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声音, 于西朝慢慢地放松下紧绷的心情, 破心魔。 力道心,自己做到了。 正感慨着, 只见于狼妻慢慢走到于西朝身边, 递给于西朝一条手帕, 倒,擦擦,哭得这样狼狈。 不过做得很好, 只沉溺于幻境半天, 这已经是假等的成绩了。 于西朝抬手失去自己满脸的泪水, 笑道, 这可不是美好的幻境啊。 不过我闯过了, 低头看着还紧紧握在手里的玉佩, 于西朝探道, 人常说, 玉有破心魔的作用, 它确实助我良多。 鱼狼妻看着眼前满脸庆幸的于西朝, 道, 要是真那么有用, 怕是在场的弟子都要打造一套玉枝铠甲了。 玉有灵, 要认主, 才可能有机会带到幻境中, 你这玉极好, 我记得于是并无如此宝玉。 于西朝抚摸着玉配上的玉兰花, 笑道, 有人相赠。 见于西朝不愿多说, 于郎妻也是不问, 道, 既醒了, 就回屋好好休息。 我还要去看着薛小友呢, 他还在幻境,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的, 怕是还要许久。 看着鱼狼妻远去的背影, 于西朝慢慢从地上站起身, 转身往住所走去。 去厨房做些吃食吧, 随便给小朋友做点糖, 又哭又笑的, 怕是伤体力呢。 等到傍晚时分, 于西朝刚做好一桌子饭餐, 正准备好好饱餐一顿, 就听见外间有人敲门。 于西朝以为是鱼狼妻到来, 连忙打开了门。 一开门就看见在幻境里, 被折腾的面色发白的薛阳, 和一脸骄傲的鱼狼妻, 于西朝欣喜道, 哎呀, 你过关了, 真棒。 鱼狼妻扶着薛阳走入房间, 笑道, 你俩一个假等, 一个已等第二名, 我可是长脸了, 可惜这饭菜, 我是无福消瘦了, 还得赶回试炼地帮忙盯着, 要是明天午时还未脱离, 就算是失败了, 我们就要帮忙施展秘法使幻境出现破绽, 要是三天后还没醒, 就会伤身了。 要是想你小爷爷那样, 哎, 于西朝连忙帮忙把薛阳扶到椅子上坐好, 道, 大长老也要注意身子, 既然急着赶回去, 西朝就不挽留了。 鱼狼妻转身出门, 挥了挥手, 丫头回吧, 不必送。 于西朝关上门, 看着自回到房间, 就盯着自己的薛阳, 笑道, 小朋友这是怎么了? 吓傻了吗? 小朋友不怕啊, 那就是幻境罢了。 薛阳看了于西朝许久, 道, 没有你, 幻境没有你, 堂狐狸我一直带着, 到处问人, 到处找不到你。 于西朝抬手轻轻摸了摸薛阳的头发, 道, 都是假的, 是幻境,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 薛阳慢慢垂下头, 心道, 被剑刺穿的痛苦不像是假的。 不过还好我跟着西朝走了, 不然那些可能真的会发生。 为了一个根本没认出我的人死守一城, 可笑, 可叹, 可悲。 于西朝看着仿佛还没回神的薛阳, 叹起, 拿起自己下午刚坐的狗子形状的糖塞到了薛阳嘴里, 道, 回神了, 把糖吃完咱吃饭啊。 薛阳感受着在舌尖庆出的甜意, 抬头认真的看着于西朝, 道, 阿希, 你说我改名怎么样? 于西朝一听, 道, 为啥? 你想改啥名啊? 薛阳把腿夹到椅子上, 道, 我可在苗疆待不下去, 要和你一块回中原。 但是那老东西留的后手, 肯定已经把我的名声败坏了个干净, 我可不想回去了, 人人喊打的。 不如改名, 干脆姓于算了, 叫什么呢? 于阳。 于西朝一听, 也是思索道, 叫于郎阳算了, 就说你是于郎室的, 和我一起来中原掌掌见识。 不过, 我得和大长老说一声, 既然姓于郎, 那必然要在于郎室上添一笔的。 反正你成绩也不错, 就当白捡了个好苗子吧。 说干就干, 于西朝和薛阳快速吃完晚餐后, 于西朝就拉着薛阳去找于郎医长老了。 医长老一听, 已等第二名愿意加入于郎室, 立马也是同意了。 毕竟白捡的好苗子, 不要白不要, 就是填个名字的事, 连祠堂都不用开, 胡乱安到旁戏也就是了。 于是, 薛阳正式改名为于郎阳, 从此世上没有奎州小流氓, 只有于郎小公子。 因为第二天, 也是有关问新门的考核时间, 所以, 已经通过考核的于西朝和于郎阳, 都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因为于西朝一出门, 看到穿着性感的小哥哥和小姐姐, 就会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神, 四处乱描, 还会忍不住说一些土味情话, 为防止出事。 于郎阳只好盯着于西朝, 乖乖待在房间里, 看书也好, 下棋也好, 反正不给出去四处浪。 于郎阳靠着窗框, 一颗接着一颗的往嘴里扔糖, 感受着从嘴里化开的甜味, 瞇了瞇眼, 感受着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 越发唾弃幻境里的自己, 居然因为一个曾想置自己于死地的人, 在一个一年四季大多时间, 都被大雾笼罩的城镇里, 待了十数年, 真是脑子被驴踢了。 于西朝一边看着于郎市的藏书, 一边叹气, 这么多帅哥美女, 穿着清凉, 自己不紧没得看, 还得被人看着, 不能走出屋子一步。 虽然阿阳很容易能被唐收买, 但是自己也怂, 要是真被下了鼓, 先不说, 可能会回不去。 要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亲, 影响到自己改变剧情, 那真是临死都要做起来, 扇自己几巴掌的程度。 于郎阳看着, 即使一边叹气, 也没有胆子, 真到外面四处闲逛, 勾三搭四的于西朝, 笑道, 小疯子, 怂了。 去呀, 我不拦你的, 就怕到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回中原。 你说是吧, 小疯子。 于西朝抬头白了于郎阳一眼, 道, 你就嚣张吧, 再打击我, 我就克扣你的糖, 反正没有我, 你也只能跟着苗江人一起啃吃多了就会苦得糖快了。 你简直就是个蜜糖杀手, 糖铺子只要跟着你, 就不愁生意的。 接下来的一天, 于西朝和于郎阳都乖乖待在房间里, 一人看书, 一人吃糖倒也是不曾虚度光阴, 等到参与问心的考核弟子都成功塑醒, 于郎七又来到了于西朝和于郎阳的住所。 于西朝打开门, 笑道, 大长老来了, 看来问心官算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呢。 于郎七笑道, 还好今年没你小爷爷那样的倔脾气, 都安全了, 没通过的也只能明年再战了, 只有几个伤了身, 但还好不阻碍今后的修炼之路。 明日就是丛林讨河了, 你们二人一组吧, 苗疆腹地外有一片山脉, 里面的生物都是由于郎氏投入的, 接下来几个月, 你们要在山脉里尽可能地生存, 坚持得越久, 且猎杀魔物越多者获胜。 因为西朝你是继承者, 所以你们小队必须进入前十。 好了, 话也带到了, 你们俩自己看着办吧。 等到鱼狼七离开, 于西朝和鱼狼羊对视一眼, 西朝道, 看来接下来几个月, 我们都要相依为命了, 反正我提供吃食和你的糖, 饿不死你的, 放心, 小朋友。 鱼狼羊道, 我当小乞丐当了那么多年, 有糖吃就行, 再说荒野生存罢了, 拿剑打些野味, 也就过去了。 于是, 两人也是各自去集市买了些应对丛林考核的物资, 等到第二天, 鱼西朝和鱼狼羊也是把各自的储物袋都塞得满满的, 然后赶在考核开始前半个时辰才来到了集合点。 和问新考核的乌泱泱不同, 此次丛林考核只有不到五十人, 于西朝看着那稀稀疏疏疏的人群差点以为自己二人来错地方了, 稍微一打听才发现, 问新考核甲等只有五人, 所以于西朝和鱼狼羊二人在问新考核中其实算是两匹黑马, 有许多人都对二人十分感兴趣。 于西朝打听完消息, 立马跑回了鱼狼羊身边, 小声道, 这里的人好像都想等丛林考核时找我们打架啊, 还好他们还不知道我俩就是黑马。 鱼狼羊叼着早上从于西朝处顺来的棒棒堂, 道,打就打,我不怕。 等到钟声敲响, 弟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往蜜林里冲, 于西朝本来也想着尽快进去, 先尽可能地杀先魔物, 拿分。 鱼狼羊却一把拦住了于西朝, 道, 小疯子, 根据我多年流落街头的经验, 我们不要急着进去, 听我的, 今日我们就在入口附近活动, 保存体力, 看看夜晚的丛林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危险。 冒险深入自己不了解的丛林,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于西朝看着鱼狼羊满脸认真的表情, 点了点头, 你经验比我多, 听你的, 小朋友。 早晨原本寂静的丛林却显得格外吵闹, 还被迫退出了比赛资格, 仅仅一晚, 就淘汰近一半的人, 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原本近五十人的考核者只剩下了不到三十人。 于西朝站在洞口, 沐浴着清晨的阳光, 回头对着鱼狼羊道, 还好听你的, 不然匆忙之下, 哪找得到这样遮风挡雨还隐蔽的庇护所, 就算找到了, 整整一天不吃不喝, 怕也要丧失战斗力了。 鱼狼羊一边吸吮着于西朝提供的糖块, 一边道, 我那是经验丰富。 在丛林里, 可怕的可不是魔物, 而是人。 你看, 昨晚淘汰的, 有几个是因为魔物, 大多都是在水源地被埋伏, 导致灭对。 这就是人啊, 于西朝上前, 打断了鱼狼羊对人性的鄙视, 道, 别愿是记仇的, 今天我们可以开始猎杀魔物, 探索丛林了吗? 鱼狼羊道, 可以, 带上所有东西, 上午探索, 下午寻找新的庇护所河水源, 晚上休整, 这样我们, 才能有效地在丛林里生存得更久, 拿到更多积分。 前妻躲着人走, 等后妻没杀人了, 我们再一一击破。 于西朝立马点头, 听你的, 咱齐心协力, 到时候我是宗主, 你就是副宗主, 咱双剑合璧, 强强联手。 在丛林间的日子过得极快, 于西朝和鱼狼羊每天一睁眼, 就是满眼的食物, 水源, 庇护所, 魔物。 而远在眉山的于鸿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刚开始还可以借着可能去江市玩了来满一满木巢云,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是越来越瞒不住了。 直到魏无羡和蓝望鸡一路寻找阴帖, 却次次持余温室众人, 不得已回去。 后魏无羡给于西朝寄信询问, 却误被穆昭云拆开, 得知自己被丈夫欺骗, 西朝根本就不在江市。 一气之下, 穆昭云就前往云梦找于子渊哭诉, 于子渊得知自己哥哥的所作所为, 加上嫂嫂素来照顾自己, 子殿也是穆昭云拜托牧师长老所致, 于是, 姑嫂联手, 一起杀回眉山于是先府。 于是, 于宗主过上了鸡飞狗跳的日子, 因为怕昭云得知, 考核可能有生命危险, 所以于洪洪只好说是自己安排于西朝去秘密特训。 但是欺骗穆朝云是事实, 所以也是被昭云的神鞭和于子渊的子电好一顿伺候。 而得知自己族人被恋化为傀儡的温情, 也是彻底放弃了温室, 连夜让温宁前往于是又天居, 为自己与族人选择了一座远离人烟的山脉, 并连夜将族人牵去新的族地。 自己和温宁则为了稳定温若寒, 而选择继续留在了齐山温室, 也算是留好了退路。 远在苗疆的于西朝, 自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被七妹混合双打的惨剧。 依旧和于郎羊一同在丛林中继续二人的荒野求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也成功熬到了考核人数只剩十数人的日子。 看着隐隐有抱团倾向的于郎氏弟子, 于西朝一边将用镜子打磨的折射镜观察着崖壁正下方的于郎氏弟子, 一边对于郎羊道, 小朋友,他们想联合搞我们啊,怎么办? 这几天可都是同出同进的, 人多击杀的魔物也多。 要是不行动, 我俩进前十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我俩要是冒头, 可就要被包饺子了, 一样得退出比赛, 那我的罪不是白瘦了吗? 于郎羊一边吸吮着路边采摘的甜甜草, 一边道, 再跟着看看, 要是有些尸体就好了。 我直接练尸, 都是魔物尸体, 阴铁也派不上用处啊。 于西朝探道, 你这块阴铁又没用, 又重, 为了不要破坏苗疆地貌, 还要一直戴着。 可恶啊, 这群家伙浪费我时间, 白天一起出洞, 晚上缩在山洞里, 根本没有偷袭的机会。 我可是和人约好清堂会的, 现在就只剩下三个月了。 于郎羊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道, 除非有方法把他们一网打尽, 不然我们就只好慢慢和他们好。 先回去吧, 今天也是一事无成的一天啊。 于西朝收好折射镜, 突然道, 要是有火药的话, 把他们连同山洞一起炸了。 杀他个干干净净, 免得耗费我们时间。 于郎羊回头狠记一下猪队友, 道, 然后呢, 全死了。 鱼狼是损失全部青年才俊, 还不跟你玩命, 还想继承, 想得美。 小疯子啊, 这只是考核, 又不是战场, 天天就想着杀人, 毁尸的。 感觉银铁跟着我真是屈才了, 跟着你才能发挥它毁天灭地之神威啊。 鱼西朝嘟囔道, 银铁多乖啊, 每次你拿着, 就在那嗡嗡响, 我一碰就好像只是个石头。 鱼狼羊叹道, 所以啊, 小疯子, 我甘拜下风。 你个疯子, 银铁都想认住了。 鱼西朝跟着鱼狼羊慢慢往山林行去, 准备回到自己二人这几天的固定庇护所。 鱼西朝正想着, 除了炸药还有啥方法时, 忽然想到上辈子自己看到的死神小学生, 道, 我倒是知道一些药物制作, 可是不知道那些人抗药性怎么样, 会不会出事啊。 鱼狼羊回身掐住了鱼西朝的耳朵, 吼道, 不是杀人就是下毒, 小疯子, 你和银铁真是绝配, 驳回。 话语刚落, 银铁就像受到传召一般, 滴溜溜地飘到鱼西朝手边, 一副终于遇到知己的样子。 眼看着就差出生认主的银铁, 鱼西朝连忙后退数步, 道, 我错了, 我改, 我不是你的名主啊, 银铁君。 鱼狼羊回身, 将银铁重新塞回储物袋, 道, 回去吧,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鱼西朝垂头丧气地跟着鱼狼羊, 回到了庇护所, 看着一回来就唐岛开始从口袋里翻糖果的鱼狼羊, 嫌弃地走到一边, 坐到狐球披风上, 从胸口拿出了玉佩, 抚摸着上面的玉兰花, 呢喃, 兰唤, 要是你, 会怎么做呢? 鱼西朝握着玉佩, 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等到醒来, 只见太阳膝下, 已是快要到晚上了。 发现鱼西朝醒来后, 鱼狼羊探道, 小疯子睡得可好, 我们今天积分没变化, 鱼狼室倒是增了不少, 怕是要打持久战了, 可能你要食言了。 鱼西朝坐起身, 道, 睡了一觉,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打破现在的僵局, 既不会让我们食言, 还能给这些鱼狼室的好好上一课。 听好了, 小朋友听过熬音吗? 我们今天就好好试试。 今天下午我们睡饱了, 晚上就不睡了。 说着, 鱼西朝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细细长长的乐器, 道, 在下不才。 之前我阿爹给我请过各式各样的先生教导乐器, 可惜, 唯一出事的唯有所那一支。 今晚, 小朋友, 带上我俩的碗碟, 我给他们开场通宵演奏会, 带上留音符, 以后每晚都会有一场盛大的表演。 等到月亮挂上中天, 鱼西朝和鱼狼羊偷偷摸到鱼狼室的庇护所上方, 鱼西朝笑得阴险。 等会演奏会, 鱼狼室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小朋友的任务就是, 只要赶出来的就打。 他们故意把洞口搞得这样窄, 只能容易人出入, 我们也来玩一次守株待兔。 鱼西朝把锅碗瓢盆放在属于他们的位置, 手里握紧了唢呐, 感受到山洞中的呼吸开始变得绵长, 鱼西朝深吸一口气, 避不哐当, 啪框框, 避避不。 随着鱼西朝的演奏渐入佳境, 原本安静的山洞变得喧闹不堪, 叫骂声, 狂嚎声, 声声不息。 鱼狼羊握着祥哉, 听着耳边的演奏, 突然觉得自己和鱼西朝一队真好啊, 这样的对手真是可怕, 光想想就觉得头皮发麻。 随着鱼西朝的演奏, 鱼狼羊也在不断地淘汰 每一个胆敢探出头来的鱼狼氏弟子。 最后, 鱼狼氏众人发觉, 只要忍受噪音, 不要走出山洞, 那就没人那他们有办法, 只好咬牙坚持。 也就今晚, 他不睡也肯定撑不住的, 明晚就好了, 直到天边破晓, 独属于鱼西朝的演奏会也完美落幕, 等四周终于恢复安静, 鱼狼氏弟子也彻底躺平, 睡死一片。 鱼西朝收好陪伴了自己整整一夜的乐器, 回头看着已经塞着耳朵困的靠在树上的鱼狼羊, 道, 回去睡, 留音符也录好了。 今天交给我猎杀魔物, 晚上你不好叫, 就继续过来播放我的独奏会, 有了今晚的教训, 他们根本不敢出来。 咱们播放音乐和猎杀魔物两不悟, 想必很快就能结束考核了。 鱼狼羊抬头看着笑得一脸奸诈的鱼西朝, 道, 小疯子, 名副其实。 好, 还是你狠。 还好阴帖没跟着你, 在阴谋诡计方面, 我看温若寒都得排老二。 看着鱼狼羊前往庇护所补教的背影, 鱼西朝握紧放在胸前的玉佩, 轻声道, 我不会食言的, 一定要赶回去。 兰换, 我们约好了, 温室清潭会见, 我一定会参加的。 我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 大家都一定会幸福地随着熬鹰战术的施行。 鱼西朝和鱼狼羊也算是分工合作, 一人晚上播放鱼西朝的独奏会, 一人负责白日里的猎杀魔物。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五天, 终于, 鱼狼是弟子撑不住了, 集体破坏了自己的护身符, 结束了每晚都被迫听鱼西朝独奏会的日子。 因为鱼西朝和鱼狼羊团队是生存到最后, 且靠着最后几天鱼狼是弟子补教的时间努力猎杀魔物, 因此得分最高, 荣获第一名。 听着鱼狼一宣布自己成功继任鱼狼室, 鱼西朝看着身边几乎要骄傲地变成翘嘴鱼的鱼狼妻, 鱼西朝笑道, 大长老如今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我可是大功臣啊, 有没有啥好处啊? 鱼狼七笑道, 明日, 你和阿阳一块跟我去浪山, 既然继承鱼狼室了, 自然是有关于傀儡术和毒竹的借阅资格了, 这还不算好处吗? 话音未落, 鱼狼一走到三人身边, 交给鱼西朝一块狼头形状的玉佩, 道, 贺礼, 恭喜你通过考验, 这玉佩一是可调动我鱼狼室, 二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防御法器, 金丹巅峰全力一击都不可能让其发生震荡, 回去给你爹看看, 叫他躲到他娘家里, 丢人, 鱼西朝收下长辈们的祝福和贺礼, 只休整一晚就拉着鱼狼羊前往了鱼狼室的藏书阁浪山, 等到二人将对自己有用的书籍一一抄路, 黎温市清唐会的召开也只剩下了短短两个月, 鱼西朝三人又如同来时一样, 遇见往中原眉山赶去, 临走时还得知鱼狼室在中原几乎每个城镇都开设了惠民药铺, 牢记好传讯的暗号, 鱼西朝就开始了日夜兼程, 可能因为心情愉悦, 家之顺风, 倒是比前往时所花费的时间足足少了三天, 远远能看见远处在云层中若隐若现的梅山, 鱼西朝兴奋地拉着鱼狼羊介绍, 小朋友, 看见没, 我们快到了, 我们那超多好吃的, 各种甜甜的我们都有, 还有我家可舒服了, 什么都好, 你过几天就完全乐不思蜀了, 还有我们那的糖葫芦做得极好, 还有冰粉哦, 凉凉的, 甜甜的, 别提多好吃了, 鱼狼羊看着几乎要开心的在振华剑上跳起来的鱼西朝, 道, 知道了, 小疯子, 我肯定不会亏待了自己去, 到了梅山, 你可不能管这管那的, 我不乐意, 鱼西朝笑道, 不管你, 只有一点要求, 买糖要付钱, 要不赦账也行, 我们于是虽不是首付, 但你的糖钱那可是绰绰有余, 只求你别吃坏牙就是, 三人顺利抵达梅山后, 看着急急火火出来迎接自己的穆昭云, 于西朝上前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美人娘亲想我梅啊, 穆昭云笑道, 想, 我家小雀儿凯旋归来, 这位就是小阿阳吧, 你好啊, 把这当你家就好了, 今晚我亲自下厨, 好好犒劳一下我们两位小勇士, 于西朝四处张望, 却没见自己老爹出来, 见于西朝好奇, 穆昭云美好气道, 他之前骗我, 气得我叫上阿渊一起找他讲理, 现在还在练气时呆着呢, 还不是他修炼不经, 还怪我们把他防御法器弄坏了, 看在自己老爹也是因为要为自己隐藏考核去向而受此磨难的份上, 于西朝也是趁着于郎阳在梅山山下的堂铺闲逛的时候, 偷偷拎上自己美人娘亲制作的美食, 前往炼气室探望并随便贿赂一下于宗主了, 看着缩在炼气炉旁, 呲牙咧嘴给自己上药的鱼红红, 于西朝笑道, 阿爹这是被打破功了吗? 连法器都坏了, 我是再不敢在外面说我阿爹的防御术法修行之高了, 于红红抬头看着在鱼狼市闯关一年又长高的于西朝, 道, 阿爹那是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两个一品灵气和起火来打我, 阿爹只是轻伤, 已经很厉害了, 不是我吹牛, 除了鱼狼市的大阵, 在防御一道上, 你阿爹我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昭云和子渊他们两个就只是靠牧师的练气师, 你阿爹我可不一样, 全是靠自己, 于西朝笑道, 嗯嗯, 小时候被奶奶打, 长大被妹妹打, 结婚被老婆打, 阿爹真是无时无刻不在修行呢, 于红红朝自己那不省心的破棉袄脆道, 你就嚣张吧, 我就盼着你以后找个厉害的夫君, 天天管着你, 看你还嘲笑阿爹我, 对了, 你带回来的小公子, 是入赘吗? 于西朝一听连忙道, 阿爹, 阿阳是弟弟, 是知己, 你可不许胡说, 不过反正阿阳也是姓鱼狼了, 也算是我们于世的, 阿阳以后要是有心仪的姑娘, 那也是写尽我们族谱的, 阿爹, 我们还是赚了的, 于红红笑道, 之前蓝氏来人了, 和我谈了谈此次听学和温室, 清谈会的事情, 既不是, 那我也就放心了, 此次回来, 于郎氏可有什么变化, 于西朝一听, 也是连忙拿出之前于郎衣给自己的贺礼, 道, 于郎氏一切都好, 年轻一辈强者众多, 此次女儿也是靠着一些小手段才勉强获胜, 这是一长老给我的贺礼, 但我觉得, 他是想借我手给阿爹你, 于红红接过狼头玉佩, 道, 居然把他给了你, 不错, 收好, 用处大着呢, 这上面的防御法阵, 算是一个小型的护宗大阵, 对我防御一道修行, 有极大帮助, 要不是防御强大, 当年于郎氏也不能被百家不喜后, 依旧安然退回苗疆, 且千年无恙, 其实眉山于氏也只是于郎氏希望重返中原的一次尝试罢了, 看来我要来一场直到清堂会的闭关了, 等我将这上面的阵法融会贯通, 就算温若寒亲临, 也别想打到我, 看着满心满眼都是玉佩, 就差直接说自己爱演的于红红, 于西朝也是十分十去的起身, 出门, 生怕自己走晚了, 于红红没忍住, 直接设阵法闭关, 那自己这两个月, 就只能无聊地蹲在阵法里画乌龟了, 看着自己一出门就迅速关闭的练起时, 于西朝叹气, 想着, 既然是, 还是不要有人打扰才好, 于是, 于西朝也是专门找于氏弟子们, 告知了于宗主闭关一事, 让弟子近两个月最好争取做到绕开练起时, 在于红红待在练起是闭关的日子里, 于西朝也是, 拉着于郎阳和于氏的师兄师姐们, 在眉山一顿胡闹, 为了不要被自己老爹出关后, 念到自己带坏他人, 于西朝白日里, 还是拉着于郎阳一块去阎武场, 找师兄师姐们过过招, 争取清谈会即便不能太扎眼, 但也不能太弱, 被别人看了笑话才好, 但只要一过正午, 于西朝就会借口累了, 劳逸结合, 才能让修炼事半功倍的借口, 拉着于郎阳和师兄师姐们, 一块到眉山附近打野鸡, 野兔等野味, 偷偷打打牙记, 得知大范山温氏, 已经偷偷迁移到眉山附近, 于西朝还拉着于郎阳一起跑到那处荒山, 帮助已经改姓文士的大范山居民一起平整土地, 建设房屋, 看着已经隐隐自成村落的文士弟子, 于西朝在心里暗暗激动, 这次不会让一生救人无数的奇黄一脉断绝到只剩两人了, 正所谓善恶到头中有报, 善良的人就该有好下场才是正道, 就算以后温氏倒台了, 那和文士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都会好好的, 不用去乱葬岗, 在人烟处也会有属于文士的容身之处, 于郎阳看着团结一心, 努力为自己活出一片天地的文士弟子, 忽然道, 小疯子, 我之前在温氏待过几年, 他们真是罢了, 他们离开也好, 只是温氏清唐会我可能去不了了, 温若寒认识我, 可能我只能待在眉山了, 中原我, 安全起见, 我不去了, 于西朝一听, 也是忽然反应过来, 对呀, 阿阳他虽然改名了, 但脸没变化, 还是会被人发现的, 身为温氏客卿, 温氏不可能没人认识他, 只要一出现, 于郎阳就是薛阳的现实, 就会摆在所有人面前, 于西朝揽住于郎阳的肩膀, 笑道, 还有时间, 要是等到出发, 依旧没能想出办法, 那提出不去也是来得及, 现在就悲观也太早了, 不许懈怠, 我来想办法, 还指望你上台, 在世家公子榜里夺个排名呢? 于郎阳看着笑得开怀的于西朝, 道, 我等着, 我还想和那些所谓世家公子过过招呢, 小疯子可得好好想个法子啊, 要是穿帮了, 咱们就真的又要躲到苗疆去了, 于西朝告别于郎阳后, 立马回到房间, 开始思考, 阿阳这张脸也不算泯然众人, 勉强算是个大帅哥, 而帅哥是极容易被人注意到的, 毕竟就连极其重视长相的蓝氏, 阿阳这张脸也是能稳稳挤进前十的, 所以这藏鱼人群是实实在在行不通的, 但是义戎, 于西朝也连忙否认, 以现在流行的义戎面具, 是完全抵御不住打斗石外溢的剑气的, 要是仅仅过几招, 就因为面具耐久性不足而下场, 那也太亏了, 毕竟于西朝还是有私心, 想于是在公子榜上能有一席之地的, 于西朝一边想, 一边拿笔在纸上写写画画, 要是于郎阳的脸能像画一样被擦掉, 然后重新画上该多好, 要是再让他穿了一些平时不穿的衣服, 那妥妥就是另外一个人, 于西朝正感慨着, 突然想到自己上辈子看到的报改视频, 正所谓亚洲邪术, 变性, 化妆, 辟图, 稍微试试化妆, 再让阿阳川苗江服饰不就好了, 银世家稍稍裸露一些躯体, 谁还看他的脸啊? 私己此处, 于西朝也是第二天吃完早餐后, 立马起身往眉山的胭脂铺赶去, 心动不如行动, 于西朝也是超期待阿阳报改完的模样呢, 反正从之前一起考核的经历来看, 身材一定是不错的, 从白日一直逛到黄昏, 于西朝也是成功将变装所需物品一一凑齐, 多亏了魔道世界的女人, 十分在乎自己的容貌, 也是让于西朝凑齐了所有物品, 就连苗江衣服都从大长老处借来了整整三套, 也交给成衣铺老板了, 再好好做个十二三套的用来换洗, 等到于郎阳受邀前来于西朝房间, 看着挂在架子上, 意料少得可怜的衣服和摆满梳妆台的瓶瓶罐罐, 默默地后退了一步, 道, 小疯子, 你, 把我画好看点, 还有, 衣服, 我, 怕冷, 于西朝笑着将已经踏入狼窝的于郎阳按到椅子上, 道, 你放心, 保证帅, 不行, 衣服不能多穿, 不然被人把注意力放脸上该怎么办, 五官轮廓还是变不了的, 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 这不是阿阳你说的吗? 就是利用一下你的身体了, 别害羞, 路着路着就习惯了, 随着时间悠悠度过, 太阳也慢慢从中天变得西斜, 于西朝的房门也终于重新开启, 一个身着苗疆服饰, 见眉星目, 眼角用黑色眼影勾勒出一个张扬的弧度, 身材修长, 四肢比例完美, 犹如山林中的精灵的于郎阳出现在众人面前, 于西朝自顾自地在于郎阳身边转了一圈, 笑道, 只是用眉笔勾勒一下眉形, 再把眼睛画得细长, 穿上苗疆服饰, 真真是谁也认不出了, 阿阳身材真好, 就是笑起来也掩盖不住你的野性和神秘啊, 于郎阳看着就差凑上前对自己行猥亵之势的于西朝, 美好气地将人推开, 护住了自己的清白, 道, 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 穿成这样, 感觉要是谁多看两眼都是猥亵了, 你这叫啥转移注意力, 你这是吸引变态吧, 你个小疯子, 我要是真上那公子堡, 就得一直这么穿了, 你就是色胆包天的, 于西朝笑道, 可是这样谁也认不出了, 而且, 见气也不会破坏伪装, 别人就算心存疑惑, 也不敢盯着你看啊, 中原还是很含蓄的, 于郎阳看着自己的穿着, 虽然万般无奈, 但看在镜子里, 就连自己都觉得很帅的自己和伪装身份的需求, 还是只能接受, 毕竟自己是真不想被困在眉山一辈子, 况且也想看看自己的实力, 和那些一路修炼上来的世家公子有什么差距, 最后, 等到于是准备启程前往祁山的时候, 于西朝看着身着苗江服饰, 惊艳一片地紫的于郎阳, 也是暗暗点头, 阿阳真好看, 自己都差点破功, 看来这祁山之行, 是不用担心身份暴露了, 只是感觉自己用力过猛了, 一路上可能一直会被骚扰搭讪吧, 果然不出于西朝所料, 从梅山到祁山的一路上, 确实没人将于郎阳, 和已经声名狼藉的薛阳联系在一起, 反而自称是断秀上前搭讪的公子, 倒是不在少数, 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因为搭讪, 而被于郎阳打倒在地, 于西朝看着因为登徒子太多, 而被严重拖缓的行路节奏, 顶着被于郎阳杀人般的眼神, 从一旁小摊上, 买了一个用来遮掩容貌的斗笠, 道, 小朋友, 赏个脸吧, 我错了, 你杀伤力太强了, 我们要是再这样下去, 可就要迟到了, 戴上吧, 躺你要多少有多少, 于郎阳接过斗笠, 脆道, 小疯子你看看, 你干得叫什么事, 还说中原人含蓄, 我流浪这么多年, 身平就没见过这么多断绣, 于西朝连忙上前, 亲自把斗笠扣在于郎阳头上, 道, 我错了, 阿阳你别气了, 遮住遮住, 不给这些臭男人看, 我们立马启程, 接下来的一路, 于西朝看着白日里, 就像个大型聚光灯的于郎阳, 大手一挥, 晚上赶路, 白日睡觉, 就不信了, 晚上还能遇到断绣不成, 一路紧赶慢赶, 于是众人总算赶在温室, 清潭会开启前一天, 赶到了骑山山脚, 于洪洪看着山道两旁的温室弟子, 道, 阿阳, 阿西, 到队伍中间来, 不许扎眼, 阿阳披荐外山, 话毕, 于洪洪走到两名弟子面前, 递上了温室请柬, 笑道, 麻烦两位, 说着, 还靠着衣袖的遮挡, 递出两个荷包, 温室弟子感受着手中颇有些分量的荷包, 笑道, 哪敢哪敢, 于宗主, 请, 等到走远, 看不到温室弟子, 于洪洪才轻生, 拉着于西朝和于郎阳介绍, 阎望好见, 小鬼难缠, 这温室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别看这不夜天辉煌, 里面早就被注空了, 也不过几两银子, 贿赂一下, 他们能认真指路, 咱也能少些麻烦, 在这骑山, 还是收敛点好, 于郎阳听着于洪洪的话, 明白于宗主这是把自己当于西朝一样的看待, 心里也是暖洋洋的, 暗暗庆幸自己, 在那间空屋子立下的决心, 于郎阳轻声道, 不止温室两位公子没啥本事, 拉帮结派倒是学了个十足, 看门的看似都是温室弟子, 其实也是各自属于两派, 而且这几天看门可是肥差, 要是刚刚我们孤傲一些, 那接下来清唐会这几天可就要受罪了, 于西朝听着于洪洪和于郎阳的介绍, 不住地点头, 暗暗记在心里, 同时也感慨这温室还真是大煞将清, 难怪看到那么多好苗子, 会心态炸裂, 对世家下手了, 于西朝也是连忙道, 此次清唐会我不出场, 陪阿里姐姐, 阿阳, 你也是, 低调, 温若寒不可能不知道温室的现状, 我们不要刺激他, 拿出我们考核一半实力就好, 争取弄个前十, 于洪洪笑道, 不必, 温室气急了, 咱也不怕, 你爹我神功大成了, 温若寒亲自出手, 也打不坏我的龟壳, 对了, 阿阳你入场后, 想办法把这个玉环给江氏两位公子, 用尽全力吧, 给他们看看我于是公子也是一代添交, 还有这封信, 阿西你给燕离, 叫他交给江丰眠, 江氏护宗结界也是弱了些的, 我给他加点料, 看在于洪洪在山脚贡献的两个荷包的份上, 温室弟子对于是众人还算是以礼相待, 晚膳送来的虽不是山珍海味, 但也是略微沾些荤腥, 于郎阳一边往嘴里扔堂, 一边道, 离了这祁山快一年了, 还是这样, 不给钱哪怕是贵客也别想过的书心, 只是不知小疯子你记挂的那些人, 有没有先见之明了, 于西朝一边往嘴里塞肉, 一边道, 有长辈带着呢, 总不会吃了亏去, 小朋友你堂省着点吃, 我可不敢来祁山借厨房煮堂, 到时候穿帮了, 白白穿这么暴露了, 于郎阳一听, 翠道, 你还说, 我受这么大罪是因为谁, 你没看那送晚膳的祁山弟子, 眼睛都快张我身上了, 看得我后背发凉, 于西朝一看, 又点燃了小朋友板炮仗, 连忙上前灭火, 别气了, 我阿爹不是说了吗, 你明天随便发挥, 给温室一个下马威, 不气了呀, 怪, 吃糖, 于郎阳看着被塞到自己嘴里的糖果, 冷哼一声, 回房了, 于西朝看着独剩自己一人的房间, 回头也返回了卧室, 明日是一场大戏, 自己还是要养足精神才好, 要不是这祁山不准四处走动, 就去找献哥哥他们完了, 等到第二天, 于西朝看着已经在小院里列好队的于师弟子, 笑道, 你们加油, 我先去观礼台了, 拿出实力, 我们于是弟子, 也是天之骄子, 话落, 于西朝就悠闲地拿上几个问路荷包, 往观礼台方向走去, 等到整整耗费了四个问路荷包, 于西朝也终于赶到了观礼台,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女眷, 于西朝默默地后退了一步, 还不如参赛呢,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里怕是能唱个三天三夜, 于西朝最后还是深吸一口气, 上前拉住一个看着面扇的夫人, 问出了将是所在的位置, 等到于西朝赶到, 看着已经优雅端坐于观礼台一侧的江彦黎, 连忙上前揽住, 笑道, 阿里姐姐在这, 可叫西朝好找, 怎来得这样早, 有没有多穿几件衣服啊, 等会怕是要在这端坐许久, 江彦黎回头笑道, 阿西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你会下场的, 于是如今谁带队啊, 你也太贪玩了, 于西朝笑道, 阿里姐姐, 我可不是贪玩, 我怕姐姐孤单, 特来相伴呢, 姑姑没告诉你们吗, 我之前不是去苗疆了吗, 带回来一个小弟弟, 这不由他带队呢, 江彦黎将于西朝拉到自己身边, 道, 知道, 之前舅舅都昭告百家了, 叫于郎阳来着, 现在好多人都说于宗主是想招个入赘女婿呢, 阿西, 他为人怎么样, 对你好吗, 于西朝一听, 连忙压倒声音道, 怎么传成这样了, 阿阳是弟弟了, 不会的, 没有入赘的意思, 他为人很好, 武功也好, 你等会看看就好了, 阿阳是弟弟, 对了, 我阿爹叫我把这封信给姑父的, 我不方便, 就麻烦阿里姐姐了, 江彦黎接过信孝道, 阿西, 你也真是的, 想我就来云梦找我呀, 还写信, 巴巴地给我送过来, 你呀, 于西朝用余光瞄了一眼, 站在观礼台四角的温室弟子, 孝道, 我不是怕阿里姐姐不在家吗, 再说了, 有些闺房话还是写下来, 亲自送过来才觉得安心, 阿里姐姐还笑话我, 于西朝和江彦黎笑完, 又非常有默契地转移了话题, 谈起了最近流行的首饰款式和衣服样式, 随着空地上聚鼓的敲动, 于西朝和江彦黎对视一眼, 重新将目光投入到了台下的演舞场中, 随着温室弟子一个个曝出世家的名字, 诸位参赛弟子也一一在台下的空地上亮相, 看着空中四处飘散的花瓣, 于西朝连忙拉着江彦黎道, 我好像什么也没准备啊, 阿里姐姐, 你准备了吗? 完了, 要是小朋友入场我啥也没准备, 那他还不得喷死我。 江彦黎拿帕子轻打一下于西朝, 道, 既要洒花, 那就得都撒, 要是你只给那位渔公子撒花, 那就真是要说不清了。 话毕, 江彦黎从一旁等候的江家弟子处拿了两个花篮, 笑道, 帮你准备好了, 就知道你会两手空空地来。 于西朝接过花篮, 笑道, 有姐的孩子像快宝, 有时真羡慕献哥哥和成哥哥, 要是阿里姐姐能一直陪着我就好了。 阿里姐姐要不要看看于公子啊? 江彦黎指着于西朝道, 就会嘲笑我, 阿溪也学坏了, 我给你江湖救急, 你还打去我。 于西朝连忙抱住已经羞红脸的江彦黎, 道, 我们专心看, 不打去你了。 随着一队队的参赛队员走过, 于西朝抱着花篮默默发呆, 就在忍无可忍时候, 终于念到了眉山于事, 于西朝蹭一下站起来, 抓起一大把花瓣就往下扔, 主打一个火力覆盖。 看着骑在马背上, 一身苗浆服饰, 更衬得整个人英俊潇洒, 惹得周围女子惊呼出声的鱼狼羊。 于西朝笑道, 阿里姐姐, 我弟弟漂亮不? 不行, 于是牌面不能输。 说着于西朝又开始了一轮的洒花, 直到鱼狼羊身上落满花瓣, 于西朝才反应过来, 低头一看, 花篮几乎快要见底。 于西朝回头看着江彦黎花篮里 几乎没少多少的花瓣, 笑道, 阿里姐姐, 赏我些吧, 真美了, 也得给献哥哥和成哥哥一些牌面呀。 江彦黎笑地抓了两把给于西朝, 道, 阿西, 你收连点, 花瓣是有限的呀。 于西朝满口答应着, 但是等到将是入场, 于西朝看着笑得灿烂的魏无限, 和笑得眉眼微挑的江城, 顿时一种豪情涌入心头。 施展轻功, 直接站在栏杆上, 手一抖, 一篮子的花瓣, 就朝着双截斗头照下, 看着变成花仁的双截, 于西朝大笑地重新回到了观礼台。 于西朝拉着江彦黎笑道, 你看看他们俩像不像一栋的花篮啊,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可惜, 愉快的心情终止于蓝氏入场, 于西朝看着笑得一脸温暖的蓝溪尘, 没有来得觉得自己要是拿不出鲜花的话, 会很惨。 于西朝四处张望, 多希望周围的世家贵女 能不小心掉下那么一两朵花瓣, 啥得给自己就救急。 可惜, 在场的贵女都在往双臂身上砸花, 被说掉花瓣了, 就连手帕啥的都有人往下扔啊。 于西朝看着慢慢走到自己正下方的蓝溪尘, 默默地打了个寒颤, 要死要死。 虽然蓝溪尘的笑容依旧十分温柔, 但自己要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那真是浪费了听学时相处的时光了。 蓝溪尘眼里有寒芒啊, 我命休矣。 看着缓缓向前移动的蓝氏队伍, 于西朝也是灵光一闪, 自己的花瓣没了, 但散落在半空中的自己, 还是能利用一下的。 四季此处, 于西朝拔下自己发间的一枚金香玉发簪, 凝凌立于双指尖, 致出。 只见发簪急速地在花瓣雨中穿行而过, 不多时, 发簪上就插满了于西朝顺来的花瓣。 顺着力道, 发簪直直朝蓝溪尘飞去。 好在赶在蓝氏队伍离开观理台的前一刻, 发簪成功赶上了蓝溪尘。 蓝溪尘反手接住了发簪, 看着上面层层叠叠堆砌的花瓣, 反手就将发簪收入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蓝溪尘嘴角缓缓上滑一个弧度, 雀儿还懂得借花献佛了。 可惜借来的花可不作数, 我日后自会找我家小雀一一讨回来。 在此之前, 那位于公子说是雀儿带回来的, 穿得这样暴露, 哼,不守难得。 已经站在演舞场的鱼郎阳, 看着站到自己斜前方的蓝氏方阵, 没有来的右眼跳个不停, 心下疑惑不解自己这一身别说温若寒了。 就是以前的自己站在自己面前也是绝对认不出的。 虽然不得不出卖色相, 但是绝对是天衣无缝的。 应该是错觉吧。 等到所有的参赛选手都站在演舞场中, 所有世家家主才缓缓走上点降台。 等到所有人坐定, 温若寒才从一旁缓缓走来, 并坐到一旁最高处的座位上。 反而是小儿子温潮坐到了诸位家主的正对面。 从坐次安排就能看出, 这温氏真真是不把其他世家放在眼里, 还真认为那位不学无数的温潮能够和数位家主相提并论。 温若寒清明一口清茶, 笑道, 蓝宗主这事终于舍得出关了。 我还以为还是你弟弟这位代理, 负责蓝室事务呢。 清衡君笑道, 许久不曾关注外间事务, 如今也要为小一辈考虑一下, 毕竟这以后啊, 还是年轻人的天下啊。 温若寒放下茶杯, 冷哼一声, 道, 且看日后, 开始。 随着温若寒下令, 温氏弟子也是连忙开始宣读此次清唐会涉规则。 温若寒听到骑射二字, 就彻底放下心来, 果然是走剧情啊, 那无论是双臂还是双结的剑法, 都是不用担心的。 温朗阳虽然基础不如这四人一般牢固, 但要是只考剑法, 那也是剑无虚发。 温若寒回头看着江燕离道, 阿里姐姐看来, 我们是可以放心了。 阿阳剑法可能并不是佼佼者, 但剑法, 哼哼, 争取个前五, 应该没有问题。 江燕离看着笑得一脸骄傲的温西朝笑道, 阿西你剑法也不差, 真真可惜了, 某人居然懒得上场, 怎地不上去, 也为我们女子弄个头奖啥的, 骄傲骄傲。 温西朝懒着江燕离的仙妖, 笑道, 美人观难过啊, 有阿里姐姐这么一个大美人在, 我这个英雄也要变成那绕纸柔了。 再说了, 有阿阳一个已经够够的了, 咱才不搞内部竞争呢。 江燕离那指尖, 轻点于西朝额头, 道, 你就贫嘴吧, 以后还不知道要有怎样一个妹夫, 才能压得住你这个性子。 于西朝正拉着江燕离, 笑得花枝乱颤, 这时, 观礼台上忽然一片喧哗。 于西朝和江燕离寻声望去, 只见金子轩连射三箭, 每箭都稳稳地命中红心, 顿时观礼台上立马传出了贺彩声, 还有不少怀春少女偷偷羞红了脸颊。 于西朝看着几乎算是在大庭广众开屏的金孔雀, 撇了撇嘴, 魏无羡和江城等什么呢? 给我射, 金孔雀都开屏了。 江城看着眼神几乎都写满了骄傲的金子轩, 撇撇嘴, 晚宫搭剑, 也是三箭命中红心, 顿时又是一顿贺彩声。 魏无羡看着出尽风头的两人, 走到蓝望鸡身边, 道, 蓝湛, 你把抹额借我吧, 我给金子轩来快狠的。 蓝望鸡看着魏无羡几乎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手, 叹道, 魏英, 抹额不可随便外借, 你, 确定? 魏无羡笑道, 确定确定, 蓝湛, 你给我吗? 蓝望鸡定定, 看了魏无羡几秒, 伸手亲自取下了自己的抹额, 放到了魏无羡手心道, 给你。 看着蓝望鸡当众取下自己的抹额, 真而重之地, 放到魏无羡手里, 观礼台上的女眷, 却爆发出了比之前更大声的欢呼声, 虽然还掺杂着几声少女心破碎的乌叶声, 但哪怕是魔道世界, 扶女也是数量众多, 更何况魔道世界从来就不拘泥于道理的性别, 女人们自然是磕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于是, 魏无羡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功被打上了独属于蓝望鸡的标签, 看着将魔鹅记在自己眼前, 连发三剑, 并全部射入同一个红心的魏无羡, 于西朝也是暗暗点头, 蓝望鸡真是有心机呀, 直接官宣了, 献哥哥呀, 你怕是叉翅南飞了。 魏无羡撤下眼前的魔鹅, 看着堆叠在一起的剑尾, 急忙拉着蓝望鸡, 让他把剑都射到自己刚才射的靶子上。 蓝望鸡依依照做, 魏无羡连忙上前, 将剑尾从靶子上依依掰下来, 递到蓝望鸡手里, 蓝战蓝战, 生辰礼, 正所谓, 我终有你呀。 蓝望鸡伸手接过, 道, 魏英, 我会收好的。 看着三言两语, 把自己卖掉, 还反手送个包装盒的魏无羡, 于西朝摇头轻叹献哥哥 真是没救了, 大庭广众断秀了。 于郎阳看着几乎把自己卖了, 还没回过位的魏无羡和师兄, 被他自己卖了, 还没发现的江城, 心想, 这欲还给他们靠谱吗? 但是于宗主说要给到他们的。 罢了, 等会进林子, 以后再偷偷找机会给他们吧。 于郎阳见靶子周围的人, 开始慢慢散去了, 也是上前晚工搭建, 将三只剑同时射中了三个不同的靶子, 毕竟有苗江考核摆在前面, 独身一人猎杀魔物, 也是极其锻炼技巧的。 于郎阳刚准备转身, 回到自己的位置, 只听身旁三声巨响, 回头看去, 只见兰西辰出手了, 也是连射三剑命中自己刚才射中的三块靶子, 在正中红心的前提下, 还把自己原本射在靶子上的剑扎成两半。 兰西辰看于郎阳盯着自己, 露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 转身离开。 等兰西辰走远, 于郎阳亲眼看着那三块靶子出现了裂缝, 最后不堪重负, 碎了一地。 等到射箭考核结束, 于郎阳还沉浸在兰西辰一剑射碎自己剑靶的震惊中, 看着远处的姑苏双臂, 于郎阳开始绞尽脑汁地回忆自己有没有惹到他们, 可是他们连面都没见过啊, 是展现实力吗? 随着温氏弟子宣报出射箭考核通过的人, 可以开始进入胸灵靶考核, 于郎阳也将这件事彻底甩到了脑后, 终于要开始了, 自己很好奇这些所谓世家公子的实力呢, 于郎阳一进入丛林, 就自觉地和其他世家弟子拉开距离, 虽然清楚世家弟子都是从小接受正统教育的, 但是从苗疆回到中原的一路, 于郎阳也是深知自己这一身苗疆服侍的杀伤力, 还是独自行动更有安全感, 随着凶灵靶考核的进行, 骑山的天空变得十分热闹, 时不时便有代表世家的烟花生起, 于西朝看着偶尔才生上天空一两朵的于世烟花, 却是疑惑不解, 照这样的数量, 别说前五了, 前十都不一定有啊, 小朋友实力没这样差啊, 难道运气不好, 没遇到几个靶子吗? 而在丛林的于郎阳看着剑袋中几乎没射出去几只的剑鱼, 内心也是狂躁不已, 这位泽吾君是想干什么? 自己每次刚发现一只凶灵靶, 刚将剑鱼搭上弓弦, 就会有一只蓝氏剑鱼抢仙出现, 然后天空生腾一朵蓝氏烟花, 自己已经连换几个地方了, 这泽吾君是背后灵吗? 于郎阳咬着后槽牙, 问, 泽吾君, 你这是? 蓝溪尘一箭解决来到于郎阳视线范围的凶灵靶, 笑道, 于公子, 换只是有缘路过, 这凶灵靶也不是只能由于公子射杀, 此次青唐会重在考验世家年轻一辈, 换虽是宗主, 但也是年轻一辈, 于郎阳看着笑容和煦的蓝溪尘, 突然觉得此次青唐会好没意思, 自己还是乖乖当信使吧, 真不知道是哪里惹到这位蓝宗主了, 看他样子, 自己是别想拿分了, 于郎阳咬着牙, 笑道, 那我就不打扰泽乌军雅兴了, 告辞, 接下来, 于郎阳还真就对来到自己狩猎范围的凶灵把看都不看一眼, 一副泽乌军你爱射就随便射吧, 我反正不看不听不动, 你总会发觉没意思退去的, 考核从早到晚六个时辰, 我不信你能跟着我六个时辰, 还是先去找僵尸那两个傻小子吧, 于郎阳一边在丛林里闲逛, 一边安慰自己, 于西朝看着久久都没生起来的于是烟花, 叹道, 我错了, 其实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阿阳到底是多倍啊, 一个靶子都遇不到, 江彦离笑着将一旁的糕点递到于西朝手上, 道, 你也别懊恼, 于公子虽然没遇到靶子, 但射出的剑也算是剑无须发, 比那些没射几下就射偏出局的要好吧, 于西朝一边把糕点往自己嘴巴里塞, 一边道,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阿阳运气真的好差, 回头得弄些转运的给他带着才好, 不过阿里姐姐不用担心了, 现哥哥和成哥哥都很厉害, 感觉前五都能冲一冲呢, 跟随着半空生腾起来的江氏烟花, 于郎阳很快就来到了江氏二傻的附近, 看着一边打闹, 一边不忘射杀兄灵把的二人, 于郎阳忽然灵光一闪, 泽吾君的弟弟不是心悦于浙江氏大弟子吗? 自己只要跟着他们, 泽吾君哪怕是为了弟弟的面子考虑, 也是不敢抢自己的猎物的。 于郎阳司机此处, 连忙献身于魏无县和江城面前, 笑道, 西朝和我提过两个哥哥呢? 我年纪尚小, 这丛林大的有些心慌, 可否跟着两位哥哥一起啊? 我年纪虽小, 但见数还是不错的, 不会拖两个哥哥后腿的。 魏无县一听是西朝的家人, 连忙笑道, 于公子是吧? 嘿嘿, 好啊, 正好我和江城比赛还没有见证人呢, 刚好你来了。 这样江城输了也没办法抵赖了。 江城气道, 谁说我会输了, 你给我看好了, 到时候你输了可别赖账。 于郎阳看着三言两语, 就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云梦双结, 在心里暗叹, 真单纯啊, 难怪栽姑苏那位手上。 不知道那位蓝氏断秀是否真心啊, 自己帮忙看着吧。 接下来, 天空中慢慢开始出现了于世烟花, 毕竟蓝溪尘看着几乎和自己弟媳妇同进同退的于公子, 虽然气愤于其利用将是公子, 但还是要脸, 不好出手抢夺。 随着日同慢慢中天, 温氏弟子也敲响了位于丛林中央的剧众, 代表着上午的凶陵拔考核结束, 待五间休息后, 再开始下午的凶陵拔考核。 于郎阳和魏无羡二人一同走出丛林, 小声道, 于宗主叫我给你们这个, 回去交给江宗主, 很重要。 还有一封信, 西朝也交给江姑娘了, 你们收好, 我作为信使也算功成身退了。 说着, 于郎阳悄悄将玉环递给魏无羡, 魏无羡刚接下, 就看见蓝忘机和蓝溪尘 一前一后地也从丛林里走出。 魏无羡感受着蓝忘机死死盯住玉环的目光, 嬉戏一笑, 反手将玉环收到自己的储物袋里, 笑道, 蓝战, 你们也出来了。 好巧啊, 嘿嘿, 蓝忘机看着笑容灿烂的魏无羡, 问道, 于公子给的。 魏无羡连忙上前, 拉住蓝忘机笑道, 什么于公子啊? 那就是我的东西啊, 将叔叔给我的, 我们每人都有一块了。 蓝战蓝战, 我们中午要不要一起找西朝吃点啊, 他手艺很不错的。 对了对了, 蓝宗主也一起吧, 温室的饭菜, 可能想把我们饿死, 好让他们温室夺得魁首吧。 江城看着似乎依旧不信的蓝氏双臂, 道, 我也有一个, 就是我们江市的, 和于公子一点关系也没有。 快走吧, 西朝的饭量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到时候什么都没剩下了。 于郎阳看着演技极差, 就差指明道姓说是自己的东西的云梦双结, 又看看明显压抑着怒火的姑苏双臂, 陪笑道, 我回去找西朝了, 你们自便。 我还想, 要是晚回去了, 西朝会担心的。 告辞, 看着迅速消失在拐角处的于郎阳, 姑苏双臂对视一眼, 居然赶一次挖两个墙角。 蓝溪尘笑道, 于公子很好啊, 旺鸡, 我们下午一起涉猎吧。 于西朝看着向后面有鬼追他的于郎阳, 问道, 小朋友, 怎么了? 现实工作没有圆满完成啊。 于郎阳叹道, 给他们了, 被蓝旺鸡看到了。 玉环不是有表明心意的意思吗? 感觉可能被误会了, 蓝旺鸡看我的眼神有些恐怖啊。 还有那蓝溪尘, 早上跟在我后面抢猎物, 我也没惹他啊。 哦, 对了, 将士说要一起来吃午膳, 蓝氏两个也来。 于西朝探道, 可是阿爹也没说是什么, 只说是猛料。 为了将士着想, 不能和蓝焕他们解释啊。 蓝旺鸡又是个会吃醋的, 这样吧, 你下午紧跟魏无限他们, 不要单独行动。 蓝焕应该是不洗你穿着, 你也闭着些, 我等会和蓝焕说一下, 说你不是中原人就好了。 别担心, 跟锦卫无限他们就好。 看着还有些不安的于郎阳, 于西朝笑道, 蓝氏双臂是不会太过分的, 安心, 他们哑正。 就是, 既然这么多人, 那我得多做些寿司啦。 小朋友, 帮我再墨些芥菜种子, 没想到苗江丛林, 居然能找到芥末。 等到云梦双结和姑苏双臂 来到于氏筑地, 于西朝笑道, 阿阳和我说了, 四个蹭饭的。 快进来吧, 我还叫了阿里姐姐, 今天吃点新鲜玩意。 等到几人落座, 蓝锡尘看着紧紧挨着于西朝的于郎阳, 笑道, 于公子, 听说不是中原人。 所以, 穿着和礼仪, 于西朝笑道, 阿阳刚来中原了, 有一些习惯, 不一样, 也是可以理解的。 蓝焕, 阿阳可和我说了, 你不许欺负他。 尤其今天下午, 蓝锡尘看着明显刚刚偷偷给自己上眼药的于郎阳, 笑道, 好, 下午我和旺姬一起, 于公子出来中原, 是要好好照顾一下。 于西朝感受气氛有些不对劲, 连忙笑道, 既然到齐了, 那我就把今天的主角端出来了。 看着摆在桌子上摆着整整齐齐的寿司, 为无限好奇道, 这什么呀, 看着好精致, 能吃饱吗? 于西朝美好气道, 你就吃吧。 加些酱油到碗里沾着吃就好了, 我做了好多, 管饱。 对了, 那个绿色的芥末酱少放点, 辣。 蓝焕你们姑酥不吃辣, 就不要加了。 魏无羡笑道, 我可不怕辣。 说着, 挖了满满一筷子到寿司上, 沾点酱油, 就往嘴里塞。 于西朝阻拦不及, 眼看着魏无羡停顿了一下, 整张脸一下就红了, 然后泪水就开始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于西朝连忙上前, 喊道, 鼻子吸气, 嘴巴呼气, 慢慢来, 都说了不要一下子吃太多了。 蓝忘机看着蜡得满脸泪水的魏无羡, 上前试泪, 道, 魏英, 还好吗? 魏无羡靠在蓝忘机身上好半天才缓过来, 道, 辣得喘不上气, 阿西, 这叫芥末得好厉害, 不过辣完好爽, 感觉整个人都通气了。 看着连魏无羡都辣得不行, 姑苏双臂很有默契地避开了那叠芥末酱。 而云梦三姐弟经历了芥末的辛辣后, 却是爱上了这种被辣得浑身通气的感觉。 等到用完午膳, 于西朝看着吃饱喝足的众人, 笑道, 这么喜欢芥末呀, 我叫阿阳再磨蟹吧, 等会下午狩猎钱给你们。 不过既然拿了我的, 下午带上阿阳一块呗, 他一个人不敢再丛林里游荡呢。 魏无羡笑道, 好啊, 刚好我和江城打赌, 于公子可以做见证人。 剑轻松搞定将是双结, 于西朝开心地朝于郎阳看了一眼, 眼里满是骄傲, 仿佛在说你看, 搞定。 于郎阳想到, 下午自己应该能逃过被针对的命运, 心下也松了一口气, 笑道, 那我先回房了。 阿夕上午, 拜托了。 于西朝立马新领神会, 等到众人准备回到各家驻地时, 偷偷拉着蓝西沉到了僻静处, 道, 蓝焕, 阿阳跟我说了, 你怎么欺负他呀? 下午不可以再这样了, 不然我生气了。 蓝西沉微微垂下头, 道, 雀儿生气了吗? 我就是觉得他穿得太少了, 还有之前, 于宗主, 于西朝看见仿佛委屈小狗的蓝西沉, 连忙道, 我没生气, 蓝焕。 阿阳他不是中原人, 从小都这样穿的。 他, 哎呀, 你别在意了, 其实他这样穿也很好看了。 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见他这么穿, 差点就要流鼻血了。 蓝西沉眼神微微一闪, 道, 你觉得他穿得很好看? 喜欢他这么穿? 流鼻血? 那我和他比谁帅一点? 于西朝笑道, 蓝焕你和他有啥比的, 你帅多了。 但是阿阳那种抑郁美也很迷人啊。 嘿嘿, 蓝西沉笑道, 抑郁美吗? 他可能是断袖, 今天还送玉环给魏公子。 于西朝拉着蓝西沉, 偷偷在耳边说, 玉环是我爹爹给江叔叔的, 阿阳是信使。 这件事你知我知, 不许说出去, 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温室又盯着紧, 所以才用这个办法的。 蓝西沉笑道, 好, 我不说。 只是那位余公子, 既然不是血亲, 雀儿还是离远些好, 之前你可是答应换了, 不和其他人靠太近的。 要是雀儿不遵守约定, 那换也食言了, 明日就大肆宣扬。 于西朝抬手轻轻勾住蓝西沉的为止, 道,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了就要吞一百根阵。 嗯嗯, 契约成立, 雀儿只和蓝幻靠近, 蓝幻也不可以告诉别人关于玉环的事。 蓝西沉感受着残留在指尖的触感, 慢慢走回了蓝氏驻地。 见兄长回来, 蓝望鸡连忙上前, 兄长, 于姑娘, 玉环。 蓝西沉看着看似面无表情, 实则满脸紧张的蓝望鸡, 道, 西朝和我说了, 那玉环确实是于世的, 也确实是于公子送给魏公子的物件, 是极为重要之物。 望鸡, 蓝西沉看着眼中几乎要生腾起实至火焰的蓝望鸡, 心下冷亨抑郁美吗? 不是中原人。 好看。 哼, 一身狐媚养。 虽然我答应了, 却而不针对那位于公子, 但望鸡可没答应, 而且我也是为了约定。 再说, 我说的可就是事实, 可没有歪曲哦。 随着下午兄灵把考核的开始, 鱼狼羊发现, 泽吴君确实是没有故意抢夺自己的靶子了, 但是自己, 还是时不时, 就觉得背后发凉。 鱼狼羊看着身边还在欢笑打闹的僵尸二傻, 默默地靠近了一点, 自己要跟紧些才好。 虽然靠近那一瞬间, 背后的冷意几乎要化为实质, 但是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鞭策, 提神醒脑。 对于鱼狼羊的困境, 鱼西巢自然是一概不知, 看着时不时生腾起来的鱼是烟花, 心下也是健安, 嗯嗯, 看来有机会冲击前五了, 阿杨加油啊! 等到兄灵把考核的钟声敲响, 重参赛选手又重新汇聚于演舞场中, 鱼狼羊看着重现站到自己斜前方的姑苏双臂, 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总算结束了, 感觉自己在冰原待了一下午。 鱼西巢和江雁离坐在观理台, 听着温氏弟子关于名次的宣读, 第一, 姑苏蓝氏蓝西沉, 第二云梦江氏魏无限, 第三,姑苏蓝氏蓝望鸡, 第四云梦江氏江湾吟, 第五,梅山鱼氏鱼郎羊, 第六,蓝灵金氏金子轩, 第七,齐山温氏温婿, 温氏弟子看着温若寒越来越黑的脸色, 整个人一边念一边抖如筛糠, 念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垂着头大气也不敢出, 温若寒笑道, 都是天之骄子啊! 画壁,甩袖离去, 于西朝看着明显被打击到破坊的温若寒, 暗探看来摄日之争要开始了, 因为身为主办方的温氏宗主当场破坊, 所以, 此次温氏清谈会轰轰烈烈地召开, 却又冷冷清清地结束, 看着开始有条不稳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的世家弟子, 于西朝深知, 接下来几个月温氏就是要夜袭蓝氏云深不知处了, 于西朝其实很想去找蓝西晨问一下, 有没有按照自己之前的图纸稍稍改良一下蓝氏的, 护山结界, 但是自己又不是蓝氏的人, 没有立场去过问其他世家的结界情况, 正在于西朝心里急得像有千百只猫在磨爪子一样抓耳挠腮, 忽然灵机一动, 自己觉得没有立场不好过问, 那就拉一个不觉得不好过问的人一起去不就好了, 就献哥哥吧, 反正他以后也算是蓝家人, 不算没有立场呢, 正这么想着, 于西朝也是将自己的物品收拾好以后, 立马就一蹦一跳地朝江市居所赶去, 现在百家都在混乱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温氏弟子也不好继续不准四处走动的规矩, 等到于西朝赶到江市居所, 却是四处没找到魏无县, 转身去找江城和江燕离才知道, 今天早上蓝旺鸡亲自来到江市居所, 把魏无县单独约到蓝氏驻地和江市驻地之间的小树林了, 说是有要事相伤, 于西朝一边慢慢悠悠地往小树林走去, 一边在心里感慨, 我记得好像没有描述过这一段啊, 清坛会结束后, 立马就跳到几个月后蓝氏玉席仪式上了, 那不成是阴帖, 还是月阳的事, 大长老明明说过万无一失的, 难道是强大的主角光环帮助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随着于西朝往小树林里越走越深, 突然在右前方听到一些嘻嘻酥酥的声音, 寻声望去, 只见蓝旺鸡和魏无县聊着聊着, 突然抱起, 双手死死攥住魏无县的双手, 用力把人抵到了树干上, 于西朝一看, 整个人连忙躲到树后, 只从树丛中探出之前在苗疆制作的折射镜, 乖乖坐到树后, 安静吃瓜。 魏无县一时不察, 被蓝旺鸡整个人抵住, 顿时想先挣脱出来, 摆脱这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姿势。 可是在蓝旺鸡眼中看来, 却是魏无县不愿意和自己靠太近。 想着魏无县居然收下那相当于表明心意的玉环, 蓝旺鸡心里的怒火, 蹭一下又窜了起来。 只见蓝旺鸡双手用力, 用一只手重新钳住魏无县的两只手, 另一只手把魏无县整个人翻转过来, 变成背对自己。 蓝旺鸡趴在魏无县耳边低吼我哪里比不过他。 魏无县感受着身后的热源, 急到蓝旺鸡你干什么, 什么比不比的, 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蓝旺鸡也不管魏无县的挣扎, 上前狠狠咬住了魏无县的耳朵, 既收下抹额, 还收下御环。 魏英,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蓝旺鸡这一口咬得极重, 魏无县痛地呜咽了一声, 道, 蓝旺鸡, 你是不是疯了? 什么叫抹额收下了? 我明明还给你了, 不还在你额头上记着? 还有御环, 那是于叔叔给将叔叔的, 你不要咬我, 我疼。 蓝旺鸡轻轻将自己抹额的一端 递给魏无县, 道, 疼, 你就拽它, 要是拽松了, 我就不咬你了。 魏无县感受着身后没有让开分毫的蓝旺鸡, 一气之下, 用力拽住抹额道好, 就算拽疼你, 也得给我松口。 随着抹额的落地, 蓝旺鸡确实松开了魏无县的耳朵, 但是没有让开, 反而又把魏无县转过来面向自己。 蓝旺鸡看着因为疼痛而面色通红的魏无县, 俯下身, 将自己的双唇狠狠印在了魏无县的唇上。 感受着怀中人一瞬间僵直的身体, 蓝旺鸡一下一下倾作着自己日思夜想的唇半。 抹额非命定之人不可取, 魏英你取了抹额, 就是我的。 魏英, 我心悦你。 魏无县听着耳边的心悦, 命定之人, 整个人惊讶到张开嘴巴, 感受着隐隐不属于自己口中的柔软, 魏无县吓得不敢再动。 蓝旺鸡感受着怀中人的安静, 不由地慢慢搅动着自己舌下的柔软, 多想一口一口地把怀中人吞吃下腹。 过了许久, 蓝旺鸡感受着怀中人越来越红的脸, 才发觉自己的魏英不会唤起, 连忙退出, 双唇拉出了一条长长的银丝。 魏无县感受着重新环抱自己的空气, 连忙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好半晌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刚想狠狠地朝蓝旺鸡报复回来, 却是双腿一软, 往地上栽去。 蓝旺鸡眼疾手快, 连忙揽住失去双腿支撑力的命定之人。 魏无县整个人靠在蓝旺鸡身上, 蓝战你喝酒了吗? 不曾。 蓝战, 抹额, 魏英, 家归有, 非命定之人不可取。 所以, 我心悦你。 听着蓝旺鸡直书胸义的表白, 于西朝连忙捂住自己, 快要翘到天上的嘴角, 默默地将折射镜朝二人身边努力探了探, 必须得听到回应。 虽然等会一定会被发现听墙角, 但是这种冥场面, 要是自己跑了, 得后悔一辈子。 招文八卦, 吸死可以。 魏无县靠在蓝旺鸡怀里, 感受着身后人剧烈跳动的心脏, 蓝战, 我是男子。 要是你叔父知道了, 我可以当作无事发生的。 蓝旺鸡搂紧了怀中的人, 魏英, 不会。 蓝是重命定之人, 你敢? 不许。 我, 魏无县笑到小古板, 又这样, 怎么这么固执啊? 好吧, 输给你了。 蓝旺鸡低头, 轻轻稳住了怀中总算答应自己的心悦之人, 魏英, 谢谢。 于西朝看着相拥的两人, 慢慢收回, 探出树丛的折射镜, 觉得自己应该要离开了, 现在两人沉浸在甜蜜的气氛中注意不到自己, 可不代表一定注意不到自己的。 正缓缓站起身, 于西朝就听到身后传来了笑声, 阿西啊, 墙角好听吗? 于西朝整个人僵住, 慢慢回头, 只见魏无县双手抱胸, 低头笑得一脸灿烂。 于西朝连忙陪笑, 哈哈哈哈, 好巧啊, 你说说我怎么在这里呢? 怕是梦游吧。 魏无县笑道, 看到县哥哥被欺负, 却一心只想着看八卦是吗? 于西朝连忙笑道, 哪里? 你不也乐在其中吗? 说完, 于西朝再次施展自己的逃跑大法, 随便找了一个方向, 就开始了一路遇见狂奔。 魏无县气道, 蓝湛, 你看他, 谁乐在其中了? 而且, 他明明知道, 玉环是给江叔叔, 有时间沼泽吴军聊天, 也不替我解释一下。 蓝忘机轻轻揽住魏无县的腰身, 应该告诉兄长了, 但兄长故意歪曲事实, 不然我。 魏英, 对不起, 我。 魏无县回身抱住了蓝忘机, 蓝二哥哥刚才好凶啊, 把县县吓到了。 魏英, 以后不会了。 我是怕, 还好你愿意。 另一旁的于西朝, 一边使出自己最极限的速度, 一边偷控往后面瞧, 见没有人追过来, 才慢慢减速停下。 于西朝回忆着刚刚自己看到的望线表白, 不由地激动地跺脚。 啊, 天啊, 国宴, 这是自己能磕到的吗? 看来自己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不然就那位蓝家聚了嘴的葫芦, 怕是真要等十三年后才能修成正果吧。 于西朝觉得, 这样一件大事, 绝对不能光自己知道, 锦衣夜行是万万不可以的, 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分享自己的快乐。 在心里否认了数个名额后, 于西朝决定和最大的望线粉头子蓝西辰, 好好分享一下自己的快乐。 于是, 在明知现在去往蓝市驻地, 极有可能遇见那炸毛的线哥哥, 于西朝还是偷偷摸摸地绕远路, 去和自己心中所谓的CP粉头子, 好好分享一下自己的快乐。 一路上激动得几乎走几步, 就要嘴角上扬出天际的于西朝, 自然不知道。 蓝望鸡和魏无羡确认关系后, 不仅没有偷偷私会, 反而回到了蓝市驻地。 等到于西朝终于抵达蓝市驻地的时候, 看着房门虚掩的蓝西辰房间, 直接上前, 一把推开了房门, 笑到蓝焕,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绝对保证, 可激动死我了。 蓝西辰坐在窗边品茶, 笑道, 怎么这样激动? 于西朝三步并坐两步走上前, 坐到蓝西辰身边, 蓝焕, 你弟弟断秀了。 嘿嘿, 还告白成功了, 你快有弟媳妇了。 蓝西辰清敏一口清茶, 忘记刚刚和我说了, 还说谢谢我, 于西朝笑道, 这么快吗? 我以为他们会私会的, 可惜了。 要是私会, 蓝焕你要不要陪我听墙角啊? 我今天被魏无羡抓个正着, 还好我跑得快。 蓝西辰抬手轻敲一下自己还傻乎乎的命定之人, 叹道, 为何一心只想听墙角? 就没想过自己, 罢了, 也许忘记说得对。 说着蓝西辰起身, 慢慢走到门口, 将房门关好, 又设了一个不允许他人靠近的结界, 回头看着, 还一心跟着自己努力和自己还原当时场景的于西朝。 蓝西辰转身反手抱起于西朝, 回到软榻上, 将自己的小雀安然放于自己大腿上, 叹道, 雀儿啊, 其实忘记嘲笑我了。 他说自己心动完, 却比我更早得到了自己清新之人的回应。 患好难过, 于西嘲笑道, 呦呦呦, 堂堂蓝宗主还有搞不定的时候吗? 是谁啊? 这么厉害, 盛世美颜摆在自己面前, 却毫不在意。 不会, 有夫之妇, 蓝患啊, 我可要劝你一句, 只要锄头灰得好, 没有墙头挖不倒。 是哪家夫人啊? 我可是支持你的, 加油。 蓝西辰慢慢将自己下巴抵在于西朝头顶。 雀儿, 你, 爱, 她未曾婚嫁, 她漂亮, 聪明, 每天都很有活力, 好学, 爱笑, 武功好, 厨艺也好, 总之她很好, 所有美好的词汇都能去形容她。 但她对感情一点也不开窍, 天天就想着吃, 还天天想着我喜欢有夫之妇, 还劝我挖, 墙脚。 于西朝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蓝患, 这个人是姑娘家吗? 还是哪家公子? 感觉很对我胃口啊。 蓝西辰长叹一声, 低头, 禽住了还在那喋喋不休的猪唇, 自己早就想在雀儿清醒的情况下, 品尝这点珠红了。 于西朝感受着唇瓣上传来的柔软, 看着眼前蓝西辰放大的俊脸, 过了好久, 才慢慢找回自己的意识。 蓝西辰见怀中人并没有反抗的意思, 眉眼微调, 缓缓俯身, 加深了这个吻。 感受着乖乖窝在自己怀里的雀儿, 蓝西辰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慢慢从碰变成亲, 从亲变成瞬息, 最后更是一边观察着于西朝的反应, 一边偷偷探出了舌头, 尽情品尝着自己小妻子的味道。 于西朝感受着越来越得寸进尺的蓝西辰, 最后还是没忍住伸出手 把那已经进化成狗的蓝宗主推开。 看着二人唇半分离时拉扯出的银丝, 于西朝大脑再一次当机, 等等。 我, 我被蓝漂亮亲了, 那她的心悦之人怎么办啊? 于西朝也是想到就问了出来, 蓝西辰看着即使一个吻都没能回过位的小妻子, 一只手重新揽住自己的小妻子, 另一只手轻轻抬起于西朝的下巴。 雀儿, 我的清心之人现在就坐在我的怀里, 我拦唤心悦于眉山的小雀儿, 小西朝。 所以, 雀儿, 我心悦你, 听明白了吗? 没有有夫之妇, 也没有墙角, 只有一只都亲吻了雀, 还没回过位的傻雀儿。 听着耳边蓝西辰一字一句的表白, 于西朝整个人都呆住了, 回过位, 却是一下子双颊就染上了飞红。 蓝焕, 你心悦我。 天啊, 我何德何能啊。 啊, 蓝焕你喜欢我呀, 嘿嘿嘿, 好开心。 我鱼雀儿果然是沉鱼落雁碧月羞花, 连蓝漂亮也抵御不住我的魅力。 嘿嘿, 那你的抹额, 拿来。 看着坐在自己怀里, 骄傲地仰起下巴的于西朝, 蓝西辰丹手挽过自己的抹额, 递给了怀里的雀儿。 于西朝妈撒着手里光滑柔软的布料, 双手用力, 随着抹额的滑落, 于西朝成功收获了一枚蓝漂亮。 看着因为抹额脱落, 就连宗主官都有些歪斜的蓝西辰, 于西朝笑道蓝患, 你没雅正了。 你看宗主官都歪了, 干脆拆下来吧。 可恩, 奉天承运, 皇帝昭曰, 我于西朝命令蓝氏家主脱关。 蓝西辰轻轻用额头抵住怀中雀儿的头顶, 雀儿, 你也心悦于换吗? 可知脱关的含义, 蓝氏一生指认的义人, 雀儿, 换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的。 于西朝靠在蓝西辰胸膛上, 低头从怀里拿出了 自己的护身符, 蓝患, 你给我的玉佩, 我一直戴着。 我可能上辈子就心悦你, 不然, 我不会来。 至于你, 我根本就不敢想, 我家世不是顶好的, 相貌还比不过你, 性格也不像贵女, 还善度。 我曾经想过的, 要是遇不到一个一心一意只有我的, 我宁可找一个泛夫走足, 哪怕他可能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但是靠我的武力和于世的势力, 量他也不敢。 没等于西朝说完, 蓝西辰低头强行稳住了那还在喋喋不休的小嘴, 虽然明知这辈子, 雀儿只能是自己的, 但是从他嘴里听到曾经对未来的规划, 还是忍不住自己心里的烦闷。 为了不让雀儿嘴里出现其他男人, 还是堵住吧, 刚好自己还没有尝够雀儿的味道, 这次可以试着激烈一些了。 等到二人唇半分离, 蓝西辰搂住怀里还没缓过气的于西朝, 看到要是早知道这个方法好用, 旺姬说得对, 不能耸了。 于西朝感受着身后蓝西辰的心跳声, 蓝旺姬还教你。 等等, 那欲还你连蓝旺姬都没说吗? 所以刚才, 真是苦了献哥哥了。 蓝西辰轻轻吻着怀中人的脸颊, 我说了, 就是可能旺姬会错意了。 不过这样也好, 于西朝回头笑道, 等等, 那不是你们互为没人了。 如果没有蓝换你的偷换概念, 蓝旺姬根本不会抢吻献哥哥。 要是没有蓝旺姬告诉你不要怂, 你也不会挑明你心悦于我。 天啊, 不愧是蓝氏双臂。 日光西斜, 完全沉浸在蓝漂亮公式下的于西朝 终于回忆起了自己此行的另一个目的, 关于蓝氏结界改进情况。 于西朝双手推开, 还想抱着自己亲亲的蓝西辰, 蓝幻, 等一下。 我之前就想问你了, 你们蓝氏的结界有没有改进一下啊? 感觉温氏越来越不靠谱了, 这次清唐会更是直接甩脸子不干了。 虽然我很支持你们蓝氏所谓的人性本善, 但是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我们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蓝西辰低头轻轻稳住于西朝的耳垂, 是我们蓝氏, 雀儿。 结界已经开始重新铺设了, 雀儿既然这么好奇, 要不要和我回蓝氏, 亲自看看啊。 于西朝笑道蓝幻, 你这算盘打的, 要是我阿爹知道了, 小心他叫我娘来抽你。 对了, 我阿爹提过清唐会后要和江叔叔聚聚, 你们, 不, 我们蓝氏要不要一起啊? 我阿爹攻击不行, 但防御力很厉害, 可能可以给你们一些好的建议。 想到这里, 于西朝也是待不下去了, 连忙从蓝西辰怀里起身, 道, 我和我阿爹说一下, 你们要来哦, 刚好我阿爹嫌弃将叔叔的结界太弱了, 你们刚好可以借鉴一下。 蓝焕我先回去了, 到时候让阿阳给你们传达具体时间地点。 说着, 于西朝轻轻稳住蓝西辰脸颊, 转身又风风火火地往于是筑地走去。 蓝西辰抬手感受着脸上残留的温度, 嘴角上扬, 看来喜事可以慢慢提上日程了, 等和于宗主见面后, 就可以提出订婚了。 只是那位于公子, 怕是要准备一份厚礼。 要不是他, 旺姬和我怕事还要再拨折一段时间。 而在另一边, 于西朝拉上了刚刚收拾好行李的于郎阳, 就一起去找自己阿爹说明情况了。 于洪洪得知自己的毒苗苗, 居然这么快就被人拐走了, 叹道, 阿西啊, 你要有追求, 怎么说你也是于氏的少宗主, 加上苗江试炼通过, 我都和大长老聊过将梅山于氏 变成西苗于氏的可能性了, 拥有整个西南, 我于氏也是能积身五大世家了。 先不急着成婚, 你还小, 先订婚, 等我们于氏壮大了, 你直接把那兰宗主娶回来。 嘿嘿, 想想就热血沸腾。 于郎阳轻敲一下于西朝头顶, 难怪那兰宗主针对我, 怕是个醋坛子。 阿西, 我支持于叔叔, 先订婚。 实在不行, 我们两头娶就好了, 咱于是族谱, 也加上兰宗主名就好了。 于洪洪大手一挥, 我知道了, 阿西你和阿阳先回去, 我今晚好好想想, 看我们三家在哪个地方偶遇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毕竟这温室啊, 风雨欲来了。 于西朝被于郎阳拉出房门, 阿阳, 兰宦之前过分吗? 告诉我, 姐姐我替你撑腰。 于郎阳笑道, 阿西啊, 我自己可以, 再说了, 要是以后兰宗主向你示弱, 你心软, 不帮我咋办? 再说我可是大舅子啊, 怎么也得让我享受一下指使兰宗主的机会啊。 等到第二天, 于是在收拾好一切行礼后, 上午就离开了奇山, 一路南下, 目的地汉阳。 而在临走前, 于郎阳也借口要和一起兄灵把考核的同袍告别, 而将地点一一传达给江氏和兰室众人。 兰室得知消息后, 也是寄于是之后, 在下午告别众人, 一行人南下, 前往所谓的偶遇地点。 原本江氏也是想着下午告辞, 但是江丰宁想到自己的二儿媳妇还没有着落, 于是决定再在奇山停留一日, 明早再离开。 得知明日才离开的江城, 也是暗暗着急, 不知道温姑娘在奇山过得怎么样, 之前大泛山, 温朝居然狠心对手无寸铁的奇黄温氏一脉下手, 实在是, 魏无羡看着明显担心温情, 却又死倔地不愿意踏出江氏驻地一步的江城, 想着自己和兰望鸡之前也是这样, 好在择无君帮忙, 不然小古板定是死活, 不肯踏出告白这一步的。 于是, 魏无羡也是暗暗和江燕黎对视一眼师姐, 看来我们怕是要帮师妹一把了。 江燕黎对江城笑道, 阿诚, 之前在云深不知处, 多亏了温姑娘的照顾, 如今我们寄来了奇山, 倒是没有不拜访的理由了。 魏无羡上前, 揽住江城的肩膀道, 就是就是, 师妹, 你之前还帮温姑娘晒药材呢? 你就不好奇他在奇山过得怎么样, 希望那样好的姑娘不要在这辈欺负才好。 你看, 我心研制的隐身符, 我们偷偷过去, 让他温室也抓不到把柄去。 等到三人找到齐皇一脉住所时, 看着眼前破破烂烂的小院子, 江城气道, 他说自己是温若寒的衣冠, 就住在这里。 温情开门, 看到江是三姐弟也是一愣, 随即是连忙将三人拉进屋子, 道, 你们来这干什么? 温氏到处是眼睛, 可不能被发现, 擅自离开驻地范围啊。 江艳离笑道, 阿县有隐身符, 我们不会被发现的。 倒是温姑娘, 怎么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可是被欺负了。 温情笑道, 我只是借助, 齐皇一脉本就是衰, 只要阿宁能安全, 我也不计较这些的。 江城看着眼前屋子里少的可怜的摆设, 道, 温姑娘, 我, 我们云梦不会欺负人, 房间摆设都是极好的, 还安全。 江艳离和魏无羡对视一眼, 心下了然, 阿诚这小子喜欢这位虽然在温室, 一心却只想着治病救人的温姑娘。 温情突然震色道, 看在你们和于西朝交好的份上, 我和你们说一件事, 要是不信我, 那就全当是我喝醉了, 说胡话。 温若寒打算对百家下手了, 我不日也会带阿宁离开齐山。 你们要是有能力, 还是尽早做准备才好。 魏无羡和江城闻言一惊, 江艳离更是用帕子捂住嘴, 才没惊叫出声, 三人对视一眼, 道,谢温姑娘。 江城连忙拉住温情, 从怀里拿出一把银书道, 温姑娘, 有没有打算好以后住在哪里? 江世纪知道这一消息, 定是一定会做好准备。 只是不知大范山, 要是不知如何安置, 可以来云梦找我。 我会和阿爹说的, 谁也不能欺负你们, 一定是安全的。 温情看着眼前一脸认真的江城, 伸手接过了银书, 谢谢, 我的族人都已经迁到 梅山附近的一座荒山了。 很安全, 我, 云梦是个好地方, 你们也要小心。 快走吧, 温氏的人太久没见到 你们会齐心的。 下次见面, 叫我温情吧, 以后不姓温了。 见温情收下了银书, 江城连忙又从怀里 拿出了一叠银票, 请姑娘, 从其山前往梅山路程不进, 盘缠要带购的。 我, 尽些微薄之力。 说完, 江城连忙背过身去, 一副我送都送出去了, 绝对不会收回, 你不收, 就是看不起我的样子。 温情看着过了一年, 依旧是别别扭扭的江城, 笑道, 那谢谢江公子了, 这点微薄之力, 我收下了。 等到江氏三姐弟 又使用隐身符 偷偷离开了温情的小院, 魏无羡偷偷给江彦离石眼色, 江城这小子动心了。 阿县, 不可取笑阿诚。 我等会就和阿爹说, 看来我们的弟媳妇 大约是有着落了。 等到好不容易回到江氏筑地, 江城看着一路上不说话的 魏无羡和江彦离, 急道, 我才没有喜欢温姑娘, 你们不要这样看我。 我就是觉得 他们两姐弟在温试过得不好, 才, 再说了, 他之前帮过我的, 我, 他很好, 而且, 他以后也不姓温了。 我, 魏无羡看着 几乎羞涩到乍毛的江城, 连忙上前揽住, 道, 好好好, 你不喜欢。 不过以后再见面, 怕是要叫文姑娘了, 他一心只想着治病救人, 确实不适合继续留在温室了。 江彦离看弟弟已经红到快要爆炸的脸色, 明白再不顺毛, 怕是要开始亮爪子了, 连忙道, 阿诚, 阿县, 你们收拾好了吗? 明早可是一大早出发, 可不会等你们, 快去收拾行李, 还要早起。 阿县明日可不许赖床啊, 骑山不比云梦, 如今, 我去找爹爹, 说一下关于文姑娘提到的事情。 看着弟弟们打打闹闹离去的背影, 江彦离也是连忙转身就去找江丰年。 文姑娘提到的事情, 云梦不能没有准备, 刚好让阿爹在几天后的偶遇地点 也告知一下另外两家家主, 早做准备才好。 这天晚上, 得知消息的江丰年在权衡立毙后, 失去了所有的睡意, 但是为了不让温室的人起疑, 也只好如同往常一样熄灯, 装作无事发生。 江丰年坐在床檐上, 恨不得立马就天亮, 自己好带弟子们迅速远离奇山。 回忆着下午阿黎来找自己的样子, 江丰年嘴角勾出一个弧度, 此行也算是小有收获。 阿诚未来的夫人怕是要定下了, 听阿黎说, 阿诚很喜欢这位文姑娘, 文姑娘也不算无意, 收下了定情之物。 看来, 自己是要好好和于兄合计合计, 看看能不能找机会, 尽快把这件事定下来。 最好再把那文氏和文氏彻底隔离开, 以后文氏要是倒台了, 也是绝对不能牵连到自己儿媳妇的。 想着想着, 江丰年也是慢慢合一躺在床上, 安寝吧, 明日又是要精心谋划的一天啊。 等到第二天清晨, 江氏一行人也是迅速离开了奇山, 看着慢慢消失在远处的不夜天。 江丰年也是内心暗暗松了一口气, 温氏实在是太嚣张了, 还是要好好合计一番, 想好应对之策才好。 因为为了小儿媳妇足足耽搁了一天, 为了按时抵达偶遇地点, 江氏一行人也算是一路急行。 还好一路顺利, 两天后, 江氏一行人按时抵达了约定地点汉阳。 于是, 在汉阳城门口, 三家顺利偶遇。 于西朝看着自己父亲和江叔叔, 一起拉着亲长老, 一副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啊的样子。 心里默默吐槽, 身为家族组长果然都是戏精啊。 等到来到客栈, 看着被三个家族瓜分的楼层, 于西朝彻底安下心来。 只要这次蓝氏和江氏都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温氏的偷袭也只是皮肤汉术, 自己虽然没做什么, 但是三大家族不会毫无准备, 这也算是自己作为先知者能做到的最好的改变了。 想到接下来数天, 三个家族应该都会在这间客栈里, 细谈关于增强结界防御力和攻击力的方法。 于西朝也缓缓一步前往蓝漂亮的房间, 好不容易确认关系的, 肯定要好好享受一把泽吾君的伺候啊。 等到于西朝来到推开门, 就看见魏无羡和蓝忘机一起坐在桌案前朝自己看来。 于西朝默默退出房门, 又仔细看了看屋外, 确定这就是蓝溪尘的房间。 魏无羡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于西朝, 笑道, 阿西快进来, 你终于来了。 蓝战我赌赢了, 我就说了, 阿西不可能忍得住的, 他最喜欢长得好看的人了。 于西朝上前两步, 笑道, 我是不知何时献哥哥这么了解我了, 那我力赌约。 蓝忘机啊, 献哥哥也喜欢好看的女孩子哦, 之前什么绵绵思远道啊, 找小姐姐要帘子, 帘棚, 琵琶啊。 还有还有, 之前还, 本来于西朝还准备把什么卫板撩妹, 108室通通都说给蓝忘机, 给魏无羡一个难忘的回忆, 可惜魏无羡果然还是技高一筹, 直接把蓝熙辰拉到于西朝面前, 道, 哈哈哈哈, 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了, 蓝战, 我们下午去镇上逛逛吧。 于西朝看着几乎是落荒而逃的魏无羡, 喊道, 心虚了吗? 我还有好多猛料呢, 线哥哥堵住可要分我一半哦, 不然我拉上蓝幻找蓝忘机, 好好说道说道, 哼哼, 魏无羡连忙两步上前, 捂住蓝忘机的耳朵, 蓝二哥哥, 线线没有猛料, 阿西就是被揭穿恼羞成怒, 蓝战我们才不要相信他, 好不好? 看着魏无羡拉着蓝忘机落荒而逃的背影, 于西朝顿时感觉自己浑身舒畅, 回身看着笑得一脸宠溺的蓝西尘, 蓝幻, 我可没有被色索迷啊, 我用魏无羡的头发发誓, 要是我被色索迷, 魏无羡就脱发, 蓝西尘轻轻抱住于西朝, 哪有用无羡的头发发誓的, 小心忘机找你算账, 我信你, 雀儿才不是被色索迷, 雀儿只是想我了, 对吗? 于西朝感受着身后蓝西尘的香味, 顿时就把献哥哥直接抛到脑后, 蓝漂亮在前, 谁还管献哥哥呀? 只能希望蓝醋谈字千万别太过分就是了, 不过反正哥大不中流, 只能让献哥哥自求多福了。 于西朝回身揽住了蓝西尘的腰身, 蓝幻, 我想死你了, 嘿嘿, 蓝漂亮, 你长得真好看, 真真是要我喜欢个不行, 还香香的, 用什么汛香啊, 我之前都没闻过, 我也要。 蓝西尘抬手轻点于西朝额头, 笑道, 说得好听, 罢了, 总归我长得还算好看, 应该是梨花香, 我之前自己调配的, 等会给雀儿一包可好。 于西朝笑道, 好啊好啊, 那我和蓝幻的味道是一样的了。 蓝西尘拉着于西朝走到软榻边, 将人整个抱到自己大腿上坐好, 低头稳住了怀中的小人。 天知道这几天, 他有多想她, 近乎每晚都要默念清心谱善绝, 可惜她还小, 于宗主定是不乐意这么快就把雀儿嫁出去的。 于西朝感受着二人唇舌的交缠, 双手不自觉就回揽住蓝西尘的脖梗。 趁着蓝西尘唤气的间隙, 狠狠地回击, 舌尖霸气地直接闯入不属于自己的空间, 将主动权死死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笑话, 身为二十一世纪信息大爆炸时代出来的人,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虽然没实践过, 但是该阅读的读物, 影片那也是一个没少的。 和蓝焕这个处可是完全不一样呢。 于西朝一边在内心暗暗为自己加油呐喊, 一边狠狠地将蓝西尘扑倒在软榻之上。 于西朝一边压着蓝西尘, 一边用手指尖勾起抹鹅的一端, 放在鼻尖清秀, 蓝焕。 你抹鹅也好香啊, 闻起来感觉像清零零的水面一样, 你家妈鹅也熏香吗? 蓝西尘抬手扶住身上人的腰身, 雀儿, 哪学来的, 不曾熏香。 于西朝用力将蓝鹅整条扯下, 我不信, 蓝焕, 难不成是你体香? 说着, 于西朝低头埋在蓝西尘颈尖, 深吸一口, 清零零的, 蓝患你果然是有体香的。 哇, 不愧是蓝漂亮, 嘿嘿, 美人仰头看着坐在自己腰上, 埋头在自己颈尖四处胡来的于西朝, 蓝西尘抬手, 扣住于西朝的后腰, 使力, 将小妻子整个人翻下来, 压在自己身下。 蓝西尘抚下身, 亲吻着于西朝的耳朵, 颈侧, 最后含住了软软的唇瓣, 雀儿, 你快些长大吧,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我不一定忍得住。 于西朝笑着抬手, 揽住蓝西尘的脖子, 蓝焕, 你可是则无君欧, 则是明珠, 可不能沉溺于情爱。 再说了, 你们家归, 哈哈哈哈, 我就算是上天了, 只要还没成婚, 你就拿我没办法。 说着, 于西朝微微抬起腰身, 用舌头轻轻舔势着蓝西尘的唇绊, 趁人不备, 又重新探头, 寻找主动权。 最后在即将面对狂风暴雨, 被夺走主动权之前, 飞速撤离。 看着已经笑容慢慢变得有些欲求不满, 咬牙切齿的蓝西尘, 于西朝笑道, 我说了, 家归, 你不能拿我怎么办? 眼看着要是在作死, 怕是真要出事了, 于西朝连忙起身, 正色道, 蓝幻, 好不容易来一次汉阳的, 我都没好好逛逛呢, 你陪我逛逛可好。 刚好现哥哥拉蓝忘机去逛了, 我们也去凑个热闹, 怎么样? 蓝西尘看着一脸我刚刚什么也没做的于西朝, 回忆着刚刚小妻子一边点火, 一边强调家归的无赖样, 雀儿, 你太不要嚣张, 家归可不是免死金牌。 于西朝捧着失去额上抹额装饰的俊脸, 笑道, 拦唤, 可是现在家归就很有用啊。 呀, 我都忘了, 抹额好像是要系上才能出门的。 说着, 于西朝将被自己随意丢弃在软榻的抹额, 放到蓝西尘手里, 给, 换哥哥, 家归可要好好遵守哦, 要给蓝忘机做个好榜样呢。 看着被放在自己手上, 被蹂躏得有些褶皱的抹额, 蓝西尘抬手, 记上, 雀儿, 你等着。 于西朝上前轻轻揽住蓝西尘的手臂, 走吧, 在屋子里待着也无聊, 什么都不能做啊, 蓝幻只能陪我逛街了。 蓝西尘抬手挑起于西朝的下巴, 雀儿, 我与旺姬在记忆方面, 都是过目不忘的, 所以, 你不要太过分。 看着蓝西尘眼瞳中深深地仿佛要把人沉溺地按忙, 于西朝连忙陪笑, 时候不早了, 蓝幻走吧, 嘿嘿, 我一点都不过分。 找现哥哥和蓝忘机哥哥吧。 等到二人走到大街上, 一眼就看到魏无羡正拉着蓝忘机在那挑选波浪鼓。 于西朝连忙拉着蓝西尘走到一边摊子上, 选了个看起来像狗头的面具, 然后静静地走到魏无羡身后, 准备助攻。 等到魏无羡一脸满足地拿着由蓝忘机付好款的波浪鼓转身, 于西朝连忙上前, 汪。 魏无羡一眼看见一只狗头朝自己袭来, 吓得连波浪鼓都丢了。 狗啊! 蓝湛, 救我! 眼看着几乎整个人扑到蓝忘机怀里的魏无羡, 于西朝笑着将面具取下来。 哈哈哈哈, 现哥哥, 刺不刺激啊。 魏无羡抱着蓝忘机, 好半天才从人形巨狗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看着笑得几乎直不起腰的于西朝, 阿戏。 赶在魏无羡从蓝忘机怀里跳出来找自己算账之前, 于西朝连忙躲到蓝西尘身后, 从手臂下方探出头, 哈哈哈哈哈哈, 现哥哥, 嘿嘿, 我就是好奇嘛, 成哥哥说现哥哥最怕狗了, 我想看看嘛, 蓝忘机看着怀里被吓得眼泪都流出来, 就连现在都腿软地靠在自己身上的魏无羡, 西朝, 不可吓魏英。 看着确实被吓得不轻的魏无羡, 于西朝也是明白自己做得过分了, 连忙上前陪笑道, 现哥哥, 我错了, 以后我也帮你赶狗, 好不好啊? 魏无羡看着笑得一脸谄媚的于西朝, 阿戏, 你太过分了, 蓝湛线线腿软, 还能罚阿西家规吗? 气死我了, 用啥面具不好, 用狗啊, 于西朝连忙双手奉上自己准备用来购物的钱袋子, 别啊, 现哥哥, 我之前和蓝湾可是足足奋斗了两天啊, 这样吧, 陪礼, 我把自己最宝贝的钱袋子给现哥哥, 现哥哥就当阿戏刚刚啥也没干, 好不好啊? 因为钱袋子作为赔偿交出去了, 于西朝也就名正言顺地将蓝西沉的钱袋子搜刮到了自己手上, 看着大街上琳琅满目的小商贩, 于西朝一边声称自己不叨扰献哥哥和望鸡哥哥一块闲逛, 一边直接拽上了自己的大金主蓝西沉, 从街头逛到街尾, 一些胭脂铺子, 于西朝看都不看一眼, 美其名曰自己天生丽质, 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实则是因为在眉山为了帮于郎养伪装身份而采购太多, 完全用不完, 蓝西沉看着一路上嘴就没有停过的于西朝, 暗暗记在心里, 看来家规得不可放过三晚, 怕是要改一下了, 不能饿到去儿, 要是因为吃不饱而迟迟不愿意嫁, 那自己可真要憋坏了, 于西朝看着陪在自己身边的蓝西沉, 想着自己这样胡吃海塞的要是胖了, 不行, 必须共进退, 心动不如行动, 于西朝拿起之前在唐铺买的杏仁饼, 举到蓝西沉嘴边, 蓝幻, 啊, 蓝西沉看着眼前笑容灿烂的于西朝, 低头, 把杏仁饼连同那纤细的指尖一并喊到口中, 蓝幻, 于是, 于西朝决定先跟蓝西沉绝交六十秒, 大街上这么多人看着, 射死了呀, 蓝西沉见把雀儿惹毛了, 连忙道, 雀儿, 我错了, 虽然道歉, 满载而归的四人, 道, 好啊, 背着我出去玩, 也就我想着阿姐, 下次你们谁也别想和我抢我阿姐做的莲藕排骨汤, 魏无羡连忙上前拉着江城笑道, 师妹我错了, 要是你抢我的那一份, 我就找师姐哭去, 献献今年才三岁哦, 滚吧, 魏无羡, 于西朝看着眼前嬉笑打闹的两兄弟, 心里更加坚定了, 必须要努力改变原著, 云梦双结要和姑苏双臂一样传为佳话, 双结才不要成为遗憾, 等到晚膳后, 三家长辈才从楼上的所谓的会议室中出来, 其中江峰眠和于红红二人都是黑着脸, 清长老倒是满面笑容, 于红红伴上才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道, 清衡君, 结亲仪式还尚早, 你们蓝氏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哼, 若鸡结界, 江峰眠也笑道, 确实, 阿里还没成婚, 阿县作为弟弟, 自也是不及的, 清衡君, 你家结界可比我的还弱, 有点怀疑蓝氏的实力啊, 看着一口一个若鸡结界, 怀疑实力, 于西朝很辛苦, 才忍住自己即将脱口而出的笑声, 看来这蓝氏, 结界真是让阿爹和江叔叔大开眼界, 弱得一批啊, 只是, 这不是清长老吗? 怎么一口一个清衡君? 而且这称谓好熟啊, 好像在哪听过? 于西朝回头死死盯住蓝西辰, 不放过他任何一个表情, 突然灵光一闪, 清衡君不是上任家主, 蓝西辰和蓝旺基他爹吗? 回忆起自己之前, 为了不被罚超家规, 而被人三两句话, 就冠上蓝姓, 还有蓝幻说, 那是闭关多年, 不问世事的长老, 于西朝回头看着蓝西辰, 笑容满面, 清长老, 嗯? 哼, 打一辈子光棍吧, 蓝西辰, 说着, 于西朝也不等蓝西辰上前赔罪, 上前拉着魏无县, 就往江峰眠那边走, 县哥哥, 蓝家的都不是啥好东西, 一肚子坏水, 都是狐狸精, 于洪洪看着嘴角微微抽搐的清衡君, 笑道, 我家阿西就是聪明, 你说对吧, 清衡君, 再说了, 你家那结界, 嘖嘖嘖, 真是破烂啊, 江峰眠笑道, 那时, 我家阿县也是世家公子榜赫赫有名的, 婚事不及, 倒是清衡君, 还是快回云深不知处吧, 小心被偷家了, 还没发现呢, 蓝忘机看着三两下就被拉走的魏无县, 眼神悠怨地看着蓝西辰, 仿佛在说, 兄长, 你不靠谱, 魏英, 他走了, 蓝西辰看着气呼呼就往楼上走的于西巢, 明白自家雀儿这是回过位了, 要找自己算账, 蓝西辰轻叹了一口气, 忘机, 如今江家主似乎是不太想让吴县, 父亲都碰壁了, 要靠我们自己了, 你要抓住吴县的心才行, 这次怕是要慢慢耗时间了, 看着低头沉思的弟弟, 蓝西辰看着眼前笑着看向自己的鱼狼羊, 和一脸防备盯着自己的鱼红红, 心里暗暗为弟弟鼓尽, 忘机, 你要加油, 浙江市可能想着吴县是男子, 所以没设下太强的防线, 为兄只能指望你先拿下魏公子, 拿下僵尸, 不然就靠我自己, 怕是要废一顿波折才能把雀儿取回来了, 虽然蓝忘机的面部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但是身为独地鸡的蓝西辰, 自然能发现自己弟弟已经暗下决心, 不由地暗暗松了一口气, 等到众人各自散去, 蓝西辰靠着自己的招牌笑容, 成功帮蓝忘机获得了魏无羡的准确房间号, 默默地将弟弟安全送到无羡房间的蓝西辰, 轻轻拍了拍蓝忘机的肩膀, 为自己弟弟鼓劲, 忘机, 兄长永远支持你, 眼看着蓝忘机敲门后, 被魏无羡笑着拉入房间, 蓝西辰默默在房间外设下隔音结界, 今晚谁也别想打扰到忘机, 自己以后还要靠他们助攻的, 等到一切做好后, 蓝西辰立马回到自己的房间, 沐浴更衣, 争取把自己既收拾的精巧, 还要凸显出随意, 可不能被看出是刻意打扮, 等会还准备去雀儿房间附近逛逛, 看看能不能色诱一下自己那只色雀, 于是, 等到于西朝将自己收拾好, 靠在窗子边摆烂的时候, 就看到客栈的廊下站着的蓝西辰, 只见他魏力宗主观, 只用一条蓝色发带轻轻束缚着一头青丝, 身着一身以白色为主基调, 绣口处绣着松柏流云的圆领袍, 白色的抹额也牢牢地系好, 浓浓的夜色下, 更衬着整个人肤色白皙, 俊极雅极, 如灼如磨, 月光透过树影洒下, 一身斑驳夜影, 人如玉树, 于西朝看着廊下的蓝西辰, 默默地咽了口水, 最后还是没忍住, 虽然说要蓝西辰打一辈子光棍, 但是难受雾人啊, 这要是都能忍住, 那还修什么道啊, 准备准备直接尼郭安报到吧, 于西朝想到之前蓝西辰说, 要多穿几件衣裳, 于是在寝衣上又披上一件外袍, 从窗口翻身而下, 蓝西辰感受着身后朝自己快速靠近的于西朝, 嘴角上扬, 迅速回身, 准确地揽住了自己好色的小雀, 雀,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 可是还在生气, 我错了, 不该戏弄雀的, 于西朝闻着鼻尖属于蓝西辰清烈的气息, 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 哼, 把清衡君叫清长老, 我要是你爹, 非把你吊起来抽鞭子, 蓝西辰连忙陪笑, 雀儿我错了, 没有下次, 作为陪礼, 换任由雀儿处置可好, 韩氏的物件, 雀儿要是喜欢, 通通搬走都是可以的, 换可是将钥匙都交给雀儿了, 于西朝取出玉佩, 蓝换, 你就不怕我把你屋子搬空了, 韩氏的宝贝可不少, 要是拿到市场上卖, 我可就一夜暴富了, 蓝西辰低头抵住于西朝的额头, 雀儿想要什么, 仅可来韩氏曲, 只求给换留下些换洗衣物, 换害羞, 幻想到蓝西辰蜷缩在被子里, 连衣服都被洗劫一空的样子, 于西朝笑得整个人扑在蓝西辰怀里, 蓝换, 蓝宗主, 哈哈哈哈, 雀儿可不敢让你没衣服穿, 说着, 于西朝点起脚, 捧住蓝西辰的脸颊, 因为不穿衣服的蓝换, 只有雀儿才能看, 蓝换, 我于西朝不向那些世家贵女, 眼睛里柔布的沙子, 蓝换你要想好, 我的男人, 宁可毁掉, 也不会给其他人碰一下, 蓝西辰低头, 稳住那张小嘴, 雀儿, 幻愿用心魔起誓, 今生今世唯有雀儿一人, 若负, 天雷加身, 道消身死, 随着最后一字落下, 冥冥之中有一道因果落下, 环绕于二人之间, 于西朝会搂住蓝西辰的脖子, 那, 雀儿也立心魔事, 今生今世, 唯有蓝换一人, 蓝换, 你只属于我, 我也只属于蓝换一人, 要违背, 天打雷劈, 感受着契约的成立, 蓝西辰低头狠狠稳住于西朝的嘴唇, 舔是轻咬, 纠缠, 于西朝感受着蓝西辰的火热, 也不服输地开始抢夺主动权, 等到最后两人分开, 于西朝整个人趴在蓝西辰的胸膛上, 吐气如蓝, 腿软得根本站不住, 蓝西辰抱着怀中的雀儿, 气息微喘, 雀儿, 快些长大吧, 这对我来说, 还远远不够, 感受着蓝西辰身上的热度, 于西朝也是立刻描懂了不够的意思, 立马修红了脸颊, 伸手狠狠掐了一把蓝西辰的近腰, 听人尝道, 蓝宗主乃则是明珠, 情绪温雅, 我看啊, 也是个臭男人, 脑子里也不知是想些什么不雅正, 不知羞的玩意, 真真是要含了那些怀春姑娘了, 也不知那些鲜花啊, 香囊啊, 真是浪费了, 听着头顶蓝西辰滴的笑声, 于西朝突然觉得自己刚才那句话含醋量也是实在不低的, 不由的又一次闹了个大红脸, 于西朝等到自己终于不感到腿软的时候, 溜出了蓝西辰的怀抱, 哼, 不知羞, 不雅正, 也不知道蓝老先生知道了, 罚不罚你, 我回去了, 你也快些回去, 要是我爹知道了, 哼哼, 小心我娘和我姑姑一起抽你, 蓝西辰看着两三下翻回房间的背影,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犹如清晨的阳光透过西书的树叶间隙, 洒满大地, 于西朝低头看着美得犹如画中精灵一般, 暗暗又是一次捧心欢呼, 一边暗暗唾弃自己又一次沉迷美色, 一边用力把窗户一关, 眼不见为净, 色即是空, 蓝西辰看着颇有些落荒而逃的官窗行为,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果然还是色又好用啊, 嗯嗯, 看来还是要好好保养才行了, 一夜好眠, 等到第二天清晨, 为了防止引起温室的注意, 三家也是约定好, 今日分开, 于西朝看着临近出发时间依旧不见踪影的魏无县, 不由得奇怪地看向江城和江艳离, 城哥哥都快走了, 怎么县哥哥还没起床吗? 江城无奈地服额, 一早我就叫过他了, 又赖床, 哼, 等着, 我再去叫他, 过了一会儿, 于西朝终于看到了被江城拽出房间的魏无县, 县哥哥, 昨日可是做贼了, 城哥哥的唤醒服务, 做得可喜欢, 魏无县一边揉着自己的眼睛, 江城这小子, 又拿狗吓我, 为什么每次都在清晨出发啊, 我根本没睡够, 于西朝看着几乎要挂在江城身上魏无县, 县哥哥, 你不会昨天趁我们都睡着了, 一个人偷偷又往酒铺子里跑了吧, 魏无县迷迷糊糊, 胡说, 昨天我可是害时就被蓝湛盯着上床了, 蓝湛可以作证的, 他昨晚还陪我一起睡了, 话落, 原本有些喧哗的大听死一般的寂静, 蓝西尘看着悄悄羞红尖蓝忘机, 默默在心里为自己弟弟欢呼, 忘机, 好样的, 不愧是我弟弟, 无县是弟媳妇,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清衡君看着眼前的二儿媳妇, 笑容也是越发灿烂, 无限啊, 以后有空可以让忘机带你到姑苏四处转转, 我们姑苏啊, 景色可是一绝, 于红红看着几乎快要破口大骂, 蓝湿不要脸的江峰年, 和一脸还在状况外的江城, 轻叹着上前, 江兄啊, 男孩子不仅要长高, 这心颜子也不能忽视啊, 江艳离很快反应过来, 立马把脸羞得通红, 偷偷用余光瞄了两眼蓝忘机, 心下了然, 看来这蓝二公子和阿县, 只是不知这是我弟媳妇呢, 还是弟夫啊, 阿县你可要争气啊, 争取把人领回来, 于西朝看着还在状况之外的江城, 和完全没发现自己, 已经把自己卖给蓝氏的魏无限, 心里暗暗叹气, 献哥哥和成哥哥距离三独圣首和仪陵老祖, 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啊, 虽然清衡君很想邀请自己的儿媳妇们到姑苏好好玩玩逛逛, 最好赶快找个机会, 赶快订下婚约, 但是, 于洪洪和江丰眠决绝拒绝, 在两大家主的围攻下, 清衡君也只好从长计议, 眼其息鼓, 于西朝站在镇华剑上, 看着前往不同方向的蓝氏和僵尸一行人, 默默在心里祈祷, 这次准备充分了, 无论是蓝氏还是僵尸, 都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度过摄日之争啊, 回到眉山, 于西朝才刚刚松散了几天, 过了几天混吃等死的日子, 就被于洪洪叫到了于氏祠堂, 看着一字排开的长老们, 于西朝也是满脸疑惑, 自己就只是不思进取了几天, 就三堂会审了, 于西朝看着自己老爹, 超有眼力见地走到了明显特意为自己空出来的位置, 眼见所有人到齐, 于洪洪从桌岸上捧起香炉, 于是第142位家主于洪洪再次宣布, 我儿,于西朝以优异成绩通过苗疆考核, 经长老团过半数同意, 限立为于氏第143位家主, 明日前往苗疆, 取于郎令, 合并梅山于氏与苗疆于氏, 即日起, 梅山于氏更名西苗于氏, 于西朝看着笑容和煦的于洪洪, 明白之前爹爹和自己说过的让贤想法, 应该在今日通过了长老会的决定, 所以才会火急火燎地把正在摆烂的自己叫到祠堂, 于西朝深吸一口气, 严肃地接过于洪洪递过来的香炉, 面对诸位家主排位, 跪在祠堂正中央, 将香炉举过头顶, 第143位家主于西朝定不负重拓, 等到一切交接仪式完成, 于郎七笑道, 如此也算是解决一件大事, 阿西啊, 明日就准备一下前往苗疆吧, 等到于郎另回来, 我们就直接设宴告知百家, 以后啊, 我们于是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事家了, 于西朝看着笑的满脸写着终于卸任的于洪洪, 阿爹, 这宗武,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快接手的, 所以, 阿爹你要加油啊, 不然, 我就找我娘亲去, 说完, 没等于洪洪破防, 于西朝连忙撤离出了自己阿爹的视线, 找美人娘亲去, 自己好容易当家主了, 才不要这么快就被宗武缠身, 但又怕阿爹消极代工, 还是找娘亲帮忙监督一下吧, 于是, 等到第二天早上, 于西朝拉着于郎羊一起去苗江的时候, 就看见笑得满脸者子的于洪洪和穆昭云站在山门处, 雀儿你放心, 娘亲我一定帮你盯好了, 到苗江放心完, 不用急着赶回来, 宗族事务都交给你爹, 反正, 他也管了这么多年了, 早就得心应手了, 雀儿不用担心, 于洪洪看着一副准备好要四处好好玩玩的于西朝, 咬牙笑道, 雀儿啊, 在外面玩注意安全, 玩腻了, 记得回来啊, 家族事务都交给阿爹我, 放心, 你阿爹年纪大了, 不就是堆积如山的卷宗吗? 死不了的, 于西朝看着满脸写满了自愿的于洪洪, 上前揽住了穆昭云的手臂, 还是娘亲心疼我, 嘿嘿, 那我出发了, 因为这一次前往苗江并不着急, 所以于西朝拉着于郎羊一起去了文氏所, 所在的荒山, 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看着眼前千墨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重作的场景, 于西朝也是暗暗为大范山居民高兴, 这次不需要献哥哥出手, 不需躲到乱葬岗, 他们也能获得安静平和的生活了, 等到摄日之争结束, 百家慢慢淡忘大范山温室的时候, 文氏也能重新立足于世家之中, 致力于齐皇之术, 治病救人了, 于西朝看着自己身边的鱼狼羊, 小朋友, 要不要在这文氏做客一天啊, 你之前在外面流浪太久了, 受伤也没有好好修养, 文氏齐皇之术算是超前的, 让他们帮你看看吧, cũng非常感动, 在大范山温室时代建材吗,